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凭你们 破 又来新炮灰了 原来是圣境虚眼 这些都是历代北界星域 最强者魂魄练就的金刚身 实力与原主人相差无几 可惜这些都不是我的对手 一群虾兵蟹将 终于现身了吗 须弥大尊 何人在此喧哗 抱歉打扰大尊休息 不过我今天是来此赴约的 你竟然破了圣境虚眼 繁静修为 而等为何如此厉害 就让老夫试试你的成色吧 看掌 此道法果然厉害 世间已经少有功法能入我眼了 这小子不简单 区区繁静修为 为何精通本尊大日道法精髓 你到底是什么人 问得好 我叫林月 如果不出意外 我本应该是在考场里 决定我的人生方向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可惜意外发生 就在我以为一切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穿越了 这是哪里 我不是出车祸了吗 我穿越到了一个 叫鸿蒙大陆的地方 我所在的地方叫望仙宗 是鸿蒙大陆的修仙大祖 我不知道这具身体是谁的 也没有任何它的记忆 但是近来之则安置 先看看能不能拜入仙门 开启我的机遇 在下一心求道 不知可否 拜在贵宗门下 但是我终究想看 这个世间凝落的世界 连我们都打不过 还想拜师做梦吧 就是就是 救命啊 你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光 光天化日 竟然欺负梁家妇女 哪儿来的 野小子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连大爷我都敢惹 真是找死 我在这个世界 也要死了吗 怎么又是这种熟悉的感觉 再次醒来 我又回到了穿越到这世界的第一天 并被困在这一天 整整十万年 就算只能轮回同一天 我也不能任人宰割 我要变强 还好这个世界有无数的传送阵 可以助我在一天之内 到达任意一个角落 也正因如此 我才知道 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一个鸿蒙大陆 还有其他的 神奇的地域存在 今天去的地方 真是让人期待呢 我去过极度冰寒的雪国 也到过传闻中的门境 就你们这速度 还敢自称是水鬼吗 奥运冠军你们都拿不到 也去过修行胜利 寄院被他夺走了 别跑 轮回到第一万年时 我已经知晓这个世界 所有地狱和宗门的秘密了 地统时代的过去 让各大宗门的斗争愈演愈立 强者为尊 弱者为图露 这样各个门派 对实力的渴望越来越大 这个世界 有四种修炼体系 人们普遍追求提升药气修为 以及寻找高级功法 神念 由于难以由于实战 被大宗抛弃 或许是重生的原因 我被无限次轮回在同一天 药气修为也因此停留在反景 无法突破 弱机 弱机 但随着轮回 我的神念却开始无限强大 五万年 我的药气修为 因为轮回停留在反景 但是神念成长 却可以帮助我达到 与药气修行同等的实力 到了第七万年 我见识过鸿蒙大陆最美的女人 所以你说你救过须弥大尊 而且只轮回今天已经十万年了 是 那也是我做过的光辉事迹之一 哼 你以为不会吸你的胡说八道 我看在我身上下毒的人就是你吧 放心 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 跟我走吧 走开你这个坏人 别跟着我 再往前走几丈 十秒后 你就会看到火光和那些要抓你的人 够了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不会信你 找到了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手抖 站住 站住 别跑 救命啊 现在信了 我信 我信 很好 那等我解决完这里 你就跟我走吧 走吧 咱们先进这个密道 你怎么知道这有密道 因为我已经来过无数次了 走到这密道的尽头 就能见到要抓你的人了 你敢不敢去看看 哼 敢 我都要看看 是谁想害我 我们走 你等等我 这哪里有人呢 来了 该死 他怎么是醒着的 司徒爵 居然是你 你到底给我下了什么毒 当然是对我有益的毒啊 得到你身上储存的修为 我就能更上一层楼了 怎么你身边还跟着一个繁静垃圾 这些人还天真的以为 药剂境界的高低就是实力的印证 其实神念 战体 药剂 三元祈修才是最强的 杀 杀了他 杀了他 就算我是凡净 杀你们不还是易如凡掌 这 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谁 司徒爵 你刚突破普度境 就如此胆大包天了 真是可笑 你 你为何知道我突破了 自然是你父亲玄优说的 你可知道 你今天做的事 足以终止我和他之间的合作 甚至 害死他 你 你是使者 本座的身份 岂是你能随便说出口的 还不跪下 司徒爵该死 就是 请大人恕罪 大人饶命 王仙宗长老玄优 与妖魔海传通仪器 企图独掌王仙宗 只可惜 他生了个蠢儿子 正好 我来借用下 妖魔海使者这个身份 留下你的一只狗爪子 然后滚吧 我 使者大人饶命啊 怎么 要等我来动手吗 这 这样可以了吧 使者大人 滚吧 谢 谢谢你 请问 你可以再送我回宗门吗 我帮你解决了司徒爵 还需要我帮你解毒吗 这 南鸣凤凰 是我们望仙宗的飞行坐骑 就算是普渡镜的人 也要训练三年才能驾驭 他到底是什么人 小姑娘 我被困在今天已经十万年了 我了解望仙宗的任何一个人 吓唬一个顽固子弟 幸福一只鸟 实在不算什么难事 好厉害 我还没开口 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 你确定要解我的毒吗 我已与七夜魔皇订婚 两年后 就要嫁给他的 你可知七夜魔皇是谁 当然知道 七夜魔皇乃是鸿蒙大陆三皇之一 北界星域最强的存在 死在他手上的人数不胜数 若他知道我被你抢了 他会不会放过你 他可未必动得了我 今天还有五小时就结束了 一切即将重制 重制 对 重制后我们会回到昨天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若一切都将重制 那便拜托你了 无聊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你 你怎么在这里 大骗子 你不是说天亮就会回到昨天的吗 今天是几月几日 七月二十七呀 七月二十七呀 出来了 十万年了 我终于出来了 八大神鹿 四大星域 还有那些曾经小看我的蝼蚁狗背们 等着我来碾压你们吧 坏道坏道坏道 从今以后你会为不搭理人家了 吃干抹精就不负责任了 放心吧 十万年了 你是第一个记得我的女人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看来 要开始培植点自己的事 那就 从忘先宗开始吧 你要说话算话哦 何方贼子 吃了雄心豹子蛋 竟敢掳走我忘先宗圣女 哦 刚脱困就这么刺激吗 忘先宗十二长老之一 杨琴 杀伐果断 却也有着曲折的绅士 哈哈 十万年了 这才是真正的活着呀 昆龙王 不 黎月快跑 这是昆龙王 一旦被抓 你就逃不了了 无妨 小菜一碟罢了 给我 破 昆龙王可是忘先宗最强的不受器 只能一招 一瞬间就破了 小圣女 莫怕 本座这就来救你离开 哈哈 杨琴 你可想知道你父亲的下落 他让我来转告你 十年了 他已经不恨你了 你是何人 为什么你知道他的下落 想知道吗 那就护送我回忘先宗 你去忘先宗 到底想做什么 哼 这不关你的事 你带路便是 财队也要 这人好生狂妄 竟敢走在杨长老之前 哎 定要是司徒觉知了 搞上人事 胡家虎威怕了 把这三个多嘴的 废了 堂堂杨长老 岂会听你 谁还敢多嘴 小宗不敢 现在你可以说 你来忘先宗 到底想做什么了吧 我要见你们的宗主 秦姬 你帮我去通报医生吧 你只是樊静 宗主未必肯见你 是吗 你先回去 其他的事情 我来处理 嗯 这小子到底用了 什么厉害手段 能让小少女听他的 你把这段话告诉他 他自然会请我进去 其今合一 非八脉先通 而是该阴阳条 先炼血 再脆骨 大道事成 这段话 字里横尖好之玄妙 果然不能小瞧了这个少年 说不定宗主 还真能见他一面 好 我这就去禀报宗主 我等你啊 师兄看章 小师妹好厉害啊 帅呆了 哦 你们是在练剑吗 是 别这么拘束 我又不是坏人 给我聊聊天吧 还是算了吧 大佬饶命啊 你是什么人 刚刚门前的三个弟子 乱说一句话 就被他废了 咱们千万别跟他聊天 小命要紧哪 师兄说得对啊 我是谁 这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发现 你天眼见绝最后一事 练错了 啊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意在前 气在后 行居中 剑意欲剑 剑身欲气 剑气杀敌 剑下 请问后面的内容是 你见到的问题 我可以教你 可是我近日肩膀 有些酸痛 你知道怎么做吗 什么 啊 舒服 我早晚要把小师妹抢回来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莫及少年穷 凌玉 进去吧 宗主在殿内等你 哦 该下中了呢 回见 赤儿 你的目标是早日 踏入剑道第二井 怎么也在这里胡闹 师尊 那位大人 他知道天眼见绝 最后一事的问题所在 胡说八道 他才十几岁 懂什么剑道 天眼见绝是师尊清传 第十世 连本尊都未曾破棄 师尊 您看 刚刚那位大人 告诉我 一在前 气在后 行居中 这 这怎么可能 龟虚大梦宫 是我望先宗宗主 世代相传的绝密功法 你为何知晓其要绝 你说错了 我是连龟虚大梦宫的破绽都知道 而不只是要绝 胡说 我望先宗先祖 历经三千年传承下来的功法 岂会有破绽 岂会有破绽 说明你的来意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劝你悠着点 昨晚修炼归去大梦宫造成的内伤 没有我 你至少要半年才能痊愈 昨夜我在太上轻驰修炼 那里是静地 除了小圣女之外 根本不会有第三个人能进入 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我是谁 也不重要 不过 我不喜欢抬头和人说话 也不喜欢被人威胁 灵麦 我知道你现在有两件烦心事 这个少年明明只是繁静修为 为何展露出来的气息 却让我窒息 第一 妖魔海赤霄阁 同时拉拢王仙宗 可你谁都不想依附 第二 你困在久然转轮境多年 不但无法突破 修为还开始倒退 只要你答应跟我做个交易 这两件事 我都能帮你 以繁静轻易突破我的威压 知晓这么多隐秘之事 此子绝非寻常之辈 你想要什么 我要借太上轻驰以用 你们就是这样保护我儿的 玄尊饶命 小的该死 不过玄尊放心 我们刚才收到消息 那小子去见见宗主了 小圣女也送回来了 什么 罢了 下去吧 谢过玄尊 玄尊 你 没有用处的狗 不配活着 爹 那人真不是使者 蠢货 使者神龙 见首不见尾 修为高深莫测 连我都忌惮三分 怎会是个烦静的少年 放心 感动我玄尤的儿子 只要他还在鸿蒙大陆 就别想多活几天 爹 你可一定要替我报仇啊 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不过 太上轻驰不可乱入 本座赐你一个身份 事成之后 立即收回 成交 今晚我会去太上轻驰 到时候你也过来 麻烦找上门了 我得先解决一下 望宣宗游客到来 本座师傅错过了什么 玄尤长老 玄尤参见宗主 听说昨晚小圣女被人劫走 今早才回 可有此事 玄尤长老所言不错 宗主啊 这小子就是 卢族小圣女的贼子猫 他不过烦尽修为 杀他一种烦爪 什么 想不到玄尤长老 初次见面 就对我分白热情了 这小子 可是跑到我身后 玄尤长老 你这是何意 宗主莫怪 听说小圣女 就是被这小贼掳走 本座自然要带她 回去严加盘问 不必了 掳走小圣女的另有其人 若非凌月出手救回 恐怕小圣女 现在已经凶多吉少 本座以封凌月 唯我望先宗小圣王 宗主 宗内上下任何人 不可再对小圣王无礼 那要恭喜小圣王了 小圣王横空出世 少年英雄令人神往 这臭小子 究竟是从哪冒出来的 你开罪了玄尤长老 为免生意外 这几日 就暂住在杨晴长老那里吧 多谢宗主美依赖 这房间不错 很清雅 小圣王大人 简直啊 想留在您身边 我还有很多见到问题 想请教小圣王 也好 不过今日我暂时 没空教你 眼下 我还有钱是要办 你先退下吧 那小畜生定是和宗主有忍 否则凭他樊晴的修为 何德何能被封为圣王 爹 我不甘心哪 此事定有蹊跷 区区樊晴 竟然能够躲开我全力一招 实在是匪夷所思 爹 我知道了 昨日我给秦依依下了药 她一定是替秦依依解了毒 夺了她的身子 宗主为了保密 这才让她当了小圣王 原来如此 有了这个把柄 还怕她不死 是谁天天想我死啊 林月 你竟敢闯进本座修炼之地 玄游老狗 上头派你折服在望兴宗三十年 卧底任务你一个都没完成 还敢纵容你儿子 动七夜魔皇的未婚妻 今年的解药 你是不是不想要 九毒丹的解药 他真的是使者 老奴寻忧 参见使者 这 绝儿 还不跪下 参见使者 之前不是说林月是假的吗 到底是真是假啊 你们父子不仅办事不力 还差点换我的大事 你们可知罪 使者恕罪 使老奴有眼无珠 老奴近日身上 焦毒丹之毒越发厉害 还请使者赐药 以解老奴之苦 罢了 今日请 没我的命令 不得再望先宗轻举妄动 多谢使者赐药 使者这回 怎么如此轻易 就把解药给我了 莫以为服了药就没事了 但药是我所致 本座何时想为你体内担小 你何时便会毒发而死 使者放心 饶奴此次一定全部听您吩咐 你来了 宗主 把外套脱了吧 放肆 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 我对你并没有兴趣 收起你的自尊心 这只是助你突破的一个过程而已 当然 你现在还可以后悔 罢了 就信你一次吧 很好 你站着别动就行 国医区大梦宫只中阴气 然而孤阴不生 一旦修炼到第九重 便会阴气过重 修为逆转 根治阴气 需要多久 不超过半年 而且我知道 一个月之后就是鸿蒙斗了 而这鸿蒙斗的胜负 关系到各大宗门 进入道河修炼的资格 道河贯穿大路 药气浓郁最适合修炼 只有胜出的宗门 才能在道河开启之时进入 鸿蒙百宗 以三宗实力最强 但三宗内 望仙最弱 其实我已经放弃鸿蒙斗了 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 现在由我帮你 只要听我的话就行了 好 今天到此为止 明晚还是这个时候 来这里等我 就刚刚那么一小会儿 我的战体和药气境界就双双突破到了灵境 太上轻驰果然神奇 舒服啊 小圣王大人 小圣女 你在屋内等你好一会儿了 灵月 你终于回来了 依依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死你了 我听说 宗主姐姐封你做小圣王了 她还从未对一个男人如此 你真厉害 可能是因为我有特别的过人之处吧 你坏死了 灵月哥哥 依依已经是你的人了 我绝对不会让第二个男人碰我的 两年后 若七叶魔皇召见圣女成婚 我就以死拒婚 七叶魔皇是现在北界星域的主宰 秦依依只是她众多未婚妻中的一个 这未婚妻 更有一百零八位 都被成为圣女 失则 只是牺牲品罢了 放心 既然成了我的女人 我就一定不会让你走上死路 嗯 灵月哥哥 水车也不早了 我得先回去了 剑池儿是我最好的闺蜜哦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你能好好知道她 小圣王大人 那我护送依依回去了 去吧 路上小心 他们俩 到底是什么关系呀 放走了你的徒弟 看来今晚 就只能你留下来陪我了 养长老 小圣王 请你自重 我乃仙宗十二长老之一 长老 果然不一般 你在看哪里 想不到 你竟然是如此无耻之徒 哼 我能住在你的府邸 就是你向宗主提的吧 我 我那是因为要知道父亲的下落 走过来 留下陪我 时机成熟 我自会告诉你的 你说什么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转身走 我知道了 然后呢 还有我做什么 放心吧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居然睡着了 他让我进来 只是为了这样 你醒了 看来我是真的脱离轮回的困境了 杨晴 红萌豆在即 作为十二公长老 你有什么打算 以望先宗如今的实力 说真的参加了红萌豆 也不会是装在参与罢了 我有信心让旺先宗在鸿蒙斗中胜出 但是需要几个帮手 真 真的 什么帮手 第一个人 就是你 这一个月我会指导你见道 天眼见绝 还有变招 第二个就是我要马上去见的人 龙林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第七宫长老龙林 就在后山 那里是他练刀的劲底 要不我陪你去吧 不用 你帮我去引宗救一个人 记住 一定要在此时前赶到 至于去第七宫后山 我会让剑痴儿陪我去 是 剑痴儿 什么时候跟小生王这么熟络了 小生王 我听说龙林长老 不喜欢别人打扰他 也不允许外人来后山 现在是他和刀相处时间 谁打扰了他 可能会死在他的刀下 剑痴儿 如果我让你和龙林比试一番 你敢吗 什么 张老龙公参造化 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 别怕 你只需要防下他前七招 等到他第七招发招时 你从他右手边 用天眼见绝第十式反击 按此路数 你一定会赢 好 好吧 那我试试吧 本座的禁地 擅入者 小心 死 刚才 要是没有小生王救我 我把我现在已经 成了龙林长老的刀下亡魂了 你们来此作甚 不知后山是旺先宗的禁地吗 早闻龙长老狂刀之名 鸿蒙之内无刀锋可比 在下却觉得名不符实 特意来求战 狂傲小儿 来吧 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不是跟我打 是跟他 薛阿公弟子剑痴啊 手持红月剑 来破龙林长老的狂刀 你让一个女娃子跟我打 竟敢挑衅本座 简直是找死 第一招 有意思 竟然能接下来 第二招 第三招 第四招 第五招 第六招 龙林长老 剑痴儿要出招了 你可要当心了 小女娃年纪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看你还能再接我一招不 天眼见诀 第十招 进来 什么 是你教她的 先是故意接下我六招 再接我乘胜追击 出手第七招 以魂相伴 以血炼制 人名龙林 刀义龙林 我可以说错 你是怎么知道 龙林刀的秘密 在下也是爱刀之人 所以能一眼看出 狂刀实施在第七招 第十招 存在两个破绽 不可能 第十招本座都还没出手 你是如何知道的 不如我证明给你看 我用这树枝做刀 一招便可败你 赏 好 那你就接我一刀试试 哼 尽管放马过来 喝呀 如我所料 不过如此呀 你找死 让你看看 我们的第十招 第十招 这不可能 承让了 你为何会第十招 只是从你刚刚的前七招中 演变来的而已 多谢阁下指教 敢问阁下高姓大名 我叫林月 龙林长老 这位就是宗主 昨日清风的小胜王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这刀法傲义博大精深 之后还请小胜王多多指教 区区小事 不成问题 倒是龙林长老 可有意在鸿蒙斗中 一展拳脚 若论单挑 三宗之内 恐怕无人是我对手 但鸿蒙斗 却非单打独斗 到时候 我自会提升旺仙宗整体势力 而且我还会为你找一个不错的对手 既如此 本座就陪你去走一趟 小胜王 我把人救回来了 辛苦了 这位就是让你来救我的小胜王 多谢小胜王救命之恩 柳长老无需多礼 你怎么知道旺仙宗的下属宗门隐宗会造反 这事还牵连到一些其他宗门 待日后时机成熟 我再告诉你们 宗主召开长老大会 请个宗门长老速到巨仙殿 请小胜王主持大局 知道了 柳长老 昨日玄优和小胜王起过冲突 一会儿还请您多帮小胜王说话 杨长老无需担心 刘某自当竭尽全力 这两人果然很上刀啊 本座收到赤霄阁拜提 明日一早 赤霄阁地门门主萧瑶尊 将亲自前来拜访 赤霄阁屡屡与我们作对 如今鸿蒙斗在即 萧瑶尊却亲自上门拜访 此事颇为蹊跷 诸位有何看法 自然是为了试探我们的实力 小胜王此言诧异 以赤霄阁如今的实力 恐怕无需特意来试探我们 大长老所言有理 小胜王的想法 未免太简单了 两位长老这么说话 我也有点长他人之心 灭自己威风了吧 怪在这玄游怎么忽然开始替这小子说话 这个小鬼是偷偷对玄游做什么 本作也认为小圣王所言有理 若萧瑶尊真的来试探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杀他们几个人 给个下马威便是了 不可 若今敌强我弱 小胜王此举会害死我望贤宗的 我也不同意 本作倒是觉得小胜王提议极好 这 我同意 龙铃君说话了 他不是一向不在长老会上发言吗 我等也同意小圣王 那小圣王觉得 若逍遥尊挑战我们 谁可以一战呢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多长老都在帮他 我自有办法 今日先这样吧 我有些累了 好 那就这么定了 散会 小圣王 请留步 您看老奴方才表现如何 还不错 但是还不够 你今晚要再替我杀一个人 务必要一击毙命 你扶尔过来 你要杀的人是 对付他 你要 按照我的话作 保你万无一失 谨遵小圣王吩咐 老奴告退 小圣王请留步 柳长老 柳某欠小圣王一条命 日后若是差遣 柳某定当万死不辞 柳长老客气了 鸿蒙斗一事 还需要柳长老出力呢 我定当竭尽全力 只是可惜 我的五品长枪已经断了 不然还能再添几分战力 柳长老不必解怀 我很快便会送柳长老 一把九品心枪 九品武器 小圣王此话当真 九品武器 如今望仙宗也只有 琴机和玄幽才拥有啊 柳长老 好好养伤 机缘到了 武器也就到了 接下来 就等今晚的好戏了 完事了 等一下 我有件事要问你 你是想问 玄幽白天对我的态度 看来如今望仙宗 已经全都是你的人了 真都是我的人了 我可不是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惑 不过 你只要知道 我在帮你就好 你过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玄幽 其实是妖魔海 安插在望仙宗的棋子 他们就在这附近 想跟我一起去看看吗 好 前边就是了 嗯 到了 你去死 痛痛痛 你这个蠢货 知道我是谁吗 你想说自己是妖魔海使者吧 可惜 真正的使者早知道你的把戏了 今晚就是你的死器 真正的使者 专货你主技了 少废话 乱魂翻 实者真假难辩 但丹药无法造假 小圣王有解毒丹 就是真正的使者 你怎么会 嘘 你接着看 玄幽老狗 你连自己的主人是谁都分不清 我看也不需要留你了 什么 欺燃转轮 轻燃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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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魔化变成 轻燃转轮境又如何 使者早有预料 受死吧 轻燃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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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燃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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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嗯 他是假死 情况有病 我赶紧回去通知魔主了 殷鬼长老 怎么这么巧啊 宗主和小圣王怎会在此 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去找玄幽 好 看来 也不需要再问什么 到了 他们都知道了 还想跑 未免也太小看我了吧 居然想从我眼皮子里下逃走 天机啊 你的样子真是让人兴奋啊 什么 着急去哪儿 我还有事情要你办 小圣王 有事情吩咐 去练气宗一趟 把风鸣枪取来 若有差池 提头来剑 小圣王放心 老奴一定谨记于心 去吧 看来 看来 看来麻烦的东西出现了 他的神念被殷奎吸到了意念空间 有意思了 这事 这是 哈哈哈哈哈哈 蛆机 你是妖魔海四大魔主之一 四大魔主 四大魔主 哼 我们早就被我的主人吞噬了 心急你可真美 每次见到你都让我兴奋的不行 你就留下来陪我吧 我知道我也多爱你吗 我的胳膊 这是大日到发的符文 是谁 是你老子我 你到底是谁 竟有如此雄厚的神念 问阎王去吧 刚刚那是什么 是阴葵魔化后的最终形态 魔化 妖魔海到底还有多少手段 你无需担心 我会帮你的 先得望先踪 再破赤霄阁妖魔海 接着 再鸿蒙窦取出盒里的东西 那时候 才是真正的开始 天亮了 娘长老该起床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晚 休死人 我怎么睡到床上去了 师父 你怎么从小圣王放你出来 不要多想 我 我 我只是先你一步来找小圣王而已 别唠嗑了 逍遥尊打上门了 得救了 多年不见 逍遥尊再度拜访老朋友 想不到各位这么给面子 逍遥尊 你来我们望先踪做什么 自然是想念各位了呀 怎么 你们没有想我吗 逍遥门主亲自来此 只是为了成口舌之快吗 自然不是 鸿蒙窦在即 本座带了赤霄阁最差的四名弟子 想让他们和贵宗弟子切磋一下 见识下望先踪的本事 四个都是转轮镜 不用比了 我们肯定打不过 这把家伙是怪物嘛 放肆 萧遥尊 你还真以为我们望先踪无人吗 这位长老好强的魄力呀 只可惜今日是弟子切磋 还轮不到你上场 你 哈哈哈哈 不甘心嘛 不如我们去望先踪比一场 可恶 一旦登上望先踪 便不论生死 逍遥尊是想杀了望先踪的幽质子弟 别担心 有我在 想受我 好 既然逍遥尊想要切磋武艺 那就一步望先踪 别耽误时间了 直接开始了 九雀 第一站你先上 让望先踪的高手好好指导一下你 遵命 在下九雀 依然转轮 挑战望先踪高手 会死人的 不去不去 不去不去 依然转轮 我们宗下弟子无一能战 这如何是好 小圣王或许有办法 小圣王手段厉害 不知现在有何对策 昨天你们不是主降吗 何必又来问我 我们知道错了 我等也是受到鹰魁蛊惑 这才反对小圣王 多亏小圣王石炮鹰魁诡计 以后我等一定以小圣王马首是瞻 这两个剑锋石舵的家伙 拍马屁竟然没有叫上我 剑翅儿 你上吧 在下剑翅儿 三转普渡进 请自教 三转普渡 连老娘一招都接不住 你是来送死的吗 师妹你快下来 会死人的 快认输吧 我们虽然没用 但小圣王也不该让师妹去送死 可恶 剑翅儿 真的没问题吗 你猜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少废话 来吧 既然你找死 那我也不拦着你了 受死吧 前三步 这六步 不错 居然能躲开 天延剑爵 剑九 垃圾 天延剑爵 剑翅 看七步 对五步 能否成功 就跟这最强一招了 没用的 你根本破不了赤霄阁的不灭器中 你们可看出什么了 剑翅似乎一直在找什么 难道说 找到了 什么 怎么可能 不灭器中 竟然被他破了 小圣妹赢了 胜负一分 点到极止 剑翅儿 下来吧 小圣王 我回来了 做得很好 下去休息吧 阳晴 我渴了 好的 小圣王 这就给您倒水 我看错了吗 不可一世的阳长老 竟然在此后小圣王 看吧 我早就说了 这个小圣王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只可惜老夫是个男儿身 他说的有点道理 嗯 师父 那丫头看得出我招式中的破绽 你错了 看出你招式破绽的是那个少年 小圣王 他到底是什么人 你怎么算带过真的 算了 葛珍 第二个你上 是 五人转轮 葛珍 求战 望先宗弟子 什么 五人转轮 比刚刚的女人还巧 小圣王 下一站该派谁上呢 十二宫弟子已无人能上了 我上去刷刷吧 万万不可 你修为和他差得太多了 你忘了 我打架可不是光靠药气修为的 来吧 小圣王怎么上台了 他才反进修为 上去找死吗 小圣王真是疯了吧 可真不杀无名之辈 快报上名来 死人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 死人 好狂妄的家伙 看看今天到底是谁死 躲开了 这 他竟然 我不是他的对手 对 想跑 晚了 你到底是谁 我不是已经和你说过了吗 这是 死人 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 何真 放肆 你居然敢杀本座的弟子 望仙台上生死不论 刚才是你非要叫这来的吧 他是故意引我们来的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游戏还没结束呢 另外两个也一起上来吧 小圣王疯了 另外两个肯定比葛真还厉害呀 师尊 他杀了葛师弟 我要为师弟报仇 是师尊 让我们去杀了他 以出户惑 这混货 他一眼就能看穿功法破绽 你们上去下场也是死 诶 师尊 葛师兄的储物戒不见了 什么 喂 你们到底还打不打了 堂堂望仙宗居然抢人财物 快把储物戒还给我们 哦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这是你们的呢 我是兄储物戒中 有二十万要珠 不信你打开看 那你看好了 这至少有五十万要珠吧 看来这戒指不是葛真的呢 该死的葛真 竟敢骗老娘 小子 我劝你还是尽快把储物戒还回来 不然 小心啊 你要的东西我带回来了 这就是你之前安排我去取的九品武器 凤鸣枪 只可惜 这枪上加了静置 还无法使用 放心 能解开静置的东西 我已经拿到了 炼器宗想要讨好吃消格 准备把凤鸣枪当作投靠礼物 于是 在枪上下了只有赤销令才能解开的禁止 而今天 我就是等着我就是等着你来送货上门的 可恶 可恶 他怎么会知道这些 柳鸣枪 这便是送你的新枪 接着 多谢小圣王 凤鸣枪认主了 看来柳长老和他有缘了 从今日起 我便是你的主人 该死 该死 我应该先去炼器宗把枪拿了 再往行踪吧 我们一定要在小圣王面前好好表现 说不定他一开心 也送我一把好武器呢 嘿嘿嘿 现在 就算是逍遥尊 我也有一战之力 小圣王 要留下他们吗 算我一个 等 等一下 今日暂且放过你们 不过下次再来挑战望先宗 是什么下场 你该清楚了吧 本座记下了 敢问阁下高姓大名 现在你不配知道 还不快滚 他们走了 小圣王万岁 你怎么会知道炼器宗的事 此事可得好好谢谢玄优长老 玄优长老立了大功 当然要论功行赏 凌月这是在帮我笼络玄啊 哈哈哈哈 宗主客气了 望显宗之事 老夫自当全力以赴 小圣王当真厉害 看样子他已经收服了情机 我可得好好跟随他了 好了 这件事没那么容易善良 你们几个跟我来 这里是一份清单 是为鸿蒙豆准备的东西 大家看看 尽量早点凑起带给我 小圣王万岁 我们这就行动 你又打些什么主意 很快你就知道了 对了 我要带剑痴儿去一趟太上轻驰 你不会想对剑痴儿做些什么吧 他还小 他哪里小了 如果指的是这里 那的确是 放肆 还不快去你的太上轻驰 否则 本座可要生气了 我需要闭关几个时辰 你替我护法 好 依依 你怎么在这儿 姐姐说 你要在这里闭关 所以我就来见你了 唉 你是怕我带你的好闺蜜来鬼混吧 我听说 你把吃消阁的人狠狠教训了一顿 你可真厉害呀 哦 那你说说 我厉害在哪儿了 哎呀 你哪儿都厉害 灵月 我先走了 啊 好 消耗了不少 该下一步了 碎 来了 有人肚结 不好 小生亡危险 三眼见绝 定时事 是谁在肚结 难道是小圣物 如此雷剑 是突破转轮境界了吗 简吃 小 是我 简吃 坐好 秉息宁神 借助雷霆之力 我帮你突破剑修第二劲 你现在境界 一刀转轮境三人 加之剑术精进 越即杀底 也只是股掌之剑 多谢小圣物 不用谢我 若不是你关键时候出手 我也没有这么容易突破 你先在这里调整 等稳定下来 再来见我吧 是 方才我见太上青池 风云变幻 就料到是小圣王突破了 按照小圣王吩咐 我找来了严兽血 这是硬龙筋 对于修炼提升 可是非常有帮助的 此内贴锁盗墓的主干 对于提升神念 可是非常有效的 辛苦各位了 不过这些材料 我另有妙用 你来了 你要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 你找到这个生死符 纯度真不错 小圣王 你要的这些材料 我细细查过书籍 你莫不是 你想的没错 我要炼制高阶傀儡 炼制高阶傀儡 成败只在一瞬间 一旦失败 不仅无法得到傀儡 就连施术者 也会遭到反噬 来了 你好主人 这难道就是高阶傀儡 也太敷衍了吧 虽然丑了点 总归是成功了 你好主人 你好主人 这也能散成功 你好主人 当然算了 不过这傀儡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别看他丑 以后 可是你们几个 迅速提升的最大一掌 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尽快突破到超脱镜吧 好 你们几个能停一下吗 小圣王 小圣王 是不是我们练错了 放心 我只是想来和你们切磋一下 其他人先退后 柳长老 你用凤鸣枪攻击我 小圣王是我救命恩人 我不敢 让你出手就出手 能伤到我再说 小圣王 让我得罪了 开枪 用点力 没吃饭吗 小圣王 小心了 什么 这 四个一起 接我一招试试 小圣王 枪一刃主 你贸然使用会遭到反噬的 你还是先操心如何接下我这一招吧 看招 三元祈修 真是恐怖如斯啊 什么 三元祈修 又是雷杰吗 三元祈修 果然是逆天之事 小圣王 要我来帮你挡住雷杰 我的天 宗门是怎么了 一天真的引来两次天节 这 我的天 天哪 天哪 我们望仙宗这是要崛起了吗 连老天也不希望我进步太快吗 宇宙法则 为者杀之 可你挡不住我的 都回去抓紧修炼吧 是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公送小圣王 刚刚的动静 又是你搞出来的吧 是啊 目前就差一件衬手的武器了 对了 两天后 叶王城有一场拍卖会 你或许可以过去碰碰运气 听说 压皱的是一颗神秘的兽弹 就连拍卖他的叶王城 也不知道那颗蛋的底细 听着还不错 望仙宗现在总共有多少瑶珠 大概一亿左右吧 你要去参加拍卖会吗 当然去 那里不仅有傀儡需要的东西 道河的钥匙 也在那里 道河的钥匙 进入道河 还需要钥匙吗 赢得鸿蒙豆所进入的道河 只是上层道河 实际上 道河还有一层 里面有个人 快寿终正寝了 怎么可能 道河下面居然有人 这世间的秘密 远超你的想象 好了 我得为去叶王城做准备了 在我离开的日子里 你们都尽快突破到超脱境 这届红蒙豆 绝对凶险万分 每个人的修炼任务都清楚了吧 回来后 我要看到不一样的你们 请小生王放心 小生王一路顺风 薛医 你可要等我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对了 你的大日道法 现在的我 也可以使用 开 大日道法 这道法是世间少有的炼体剩法 能促进我现在的战体 飞速提升 糟了 忘了还在船上 还未到叶王城 转船去回 看来只能找个顺风船 嘿嘿 有船了 再下遇 你们站在巳尾 可不 带着顺风班 不行 滚 阁下可是战船的主人 他不是这里的主人 我才是 他要抢我的船 需要我将他们都赶走吗 嘿 这不是骆一选吗 老熟人 公子踏空而来 修为滔天 可否帮帮气身 不想死就别来多管闲事 是有点想死的 你们谁来杀我 你到底是谁 报上明来我留你全室 死人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 这位少侠 有话好说 你要什么我都满足你 晚喽 快逃快逃 都躺下吧 谢谢公子 不客气 举手之劳 不过这些储物戒 可否多给我呢 当 当然可以 你们愣着干嘛 快去帮公子收戒指 是 公子 银要的储物戒 你们此行 也是去拍卖会的吗 罗依学 这位公子 居然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可没拿财力 我们是去完成任务的 大哥哥 你长得真好看 能陪我玩吗 善儿别闹 无妨 反正到夜王城 还要不少时间 来吧 大哥哥陪你玩 到了 不过夜王城上空 禁止飞行 我们商会太小 一会儿只能从小城门 进到停泊区 无妨 我记得大门 有测药系修为的装置 药系修为 能抵抗五千尺以上 威压的人 屈指何数 是雷云宗的船 快退 得罪了他们 我们都得死 飞云商会的船 给老子滚远点 今天要破了这里的 药器修为记录 别影响老子测试 公子 不好意思 我们只能先去远点了 一个废物二世祖吧了 我懒得和他计较 看本少如何用充沛的药器 吓得夜王城那些垃圾 屁股尿流 这雷纵是雷云宗少宗主 小小年纪 就已是 其然转轮镜的修为 或许 真能创造奇迹 这里的测试 与药器的境界 并非直接相关 夜王城主 君无上 当年药器境界 与这废物相近 但测试时 使用的药器 却可以抵挡九千尺威压 药器值的境界 不就是代表了 修为的高低吗 不 修为是这个人 使用药器时的综合体现 真正的高手 一分的药器 就能产生 寻常人十分药器的效果 这也是多年以来 即使有人 境界超过当年的君无上 却依旧不能破纪录的原因 龙蚁们 等着在本少面前颤抖吧 开启测试 本少要破你们城主的纪录 开启测试 破城主纪录 走梦去 五百尺 八百 宁千 三千 哇 少宗好样的 雷少主加油 会长 不如去和雷宗 少宗主打个招呼 是啊 说不定 我们以后 就有好日子过了 萧长老 这事 我再看看 哼 我徒儿死后 你就这样当会长的 哎哟 萧哥算了 我看他根本没为上会着想过 他不去 我们自己去 走 压力太大 死前春经到我的极限了 这也丢大了 恭喜雷少震惊北界星宇 太好了 正愁找不到台阶下来呢 两个老不死的 还本少无法专心测试 险些就走火入魔了 你们该死 秦伯伯 萧长老 会长 别出声 会连累我们 会长 大局为重啊 哼 人心什么时候 都是这么自私自利啊 哼 要不是你们两个打扰 本少差点就可以破纪录了 哼 我在看飞云商船 你看那个人 从头到尾一点情绪都没有 冷静的可怕 或许只是被吓傻了 装什么装 我这就这么露线 雷宗小二 被一个九流商会的人 抖乱 你就这么算了吗 别让爷看不起你 可恶的凌风 竟然跟鄙视老子 飞云商会的 给老子过来 雷少宗恕罪 我们的人 乃是无心之事 我给您赔礼了 不用多说了 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你你你已经测试失败了 根本不是我们的错 雷少宗饶命 这小孩跟我们没关系 闭嘴 这个蠢孩子 一个九流商会的小孩 都敢踩到本少爷头上了 今日本少 就要挑战你们所有人 一群废物还敢得罪我 都给我死 好可怕的 我一样 我无法呼吸了 会长 快开船离开 不行 他用法针锋铸了船 不行 我得帮他们一下 一群蝼蚁而已 明天不用操心 再闹下去 就有点耽误了时间了 雷纵 想要威压让我们死是吧 我就陪你玩个刺激的 这个身体体内药气质并不高 但我将审念融合药气的活 什么鬼 是我眼花了吗 这光柱有八千尺了吧 居然还得上神 这是什么情况 过万了 他碰了父亲的记录 索性张扬一点 让叶王城坐准的忍住一等我 这个人体内 怎么有这么多药气 我会被杀的 公子 女手都快死了 公子住手吧 要对了雷纶宗 我们都完了呀 他死不死与我何干 西河长老 有人破了城主记录 什么 我看看 这 这 公柱居然有两万尺 莫非是那些影视大宗传人将龙了 过来收尸吧 小子 你竟敢杀了我们的少宗主 飞云商会的砸碎 准备受死吧 大人 少宗主是他杀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呀 住口 若不是公子 你们刚刚已经死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实话会长 大哥哥别怕 我来保护你 那家伙又上来了 别担心 想事情而已 人我已经杀了 你们想怎么样 不管你是谁 先跟我们回雷纶宗再说 其余人等 一概杀之 叶王城境内 谁敢动手 谁 我是叶明月 没我们叶王城允许 看谁敢在这里乱来 我少宗主 为拍卖会儿来 却死在城门口 这件事 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要是我们没交代呢 那我就让你们明白 雷纶宗也不是好惹的 雷纶宗好大的口气 我叶王城 何须向你们交代 死他 星河迎驾来迟 还望小姐恕罪 星河长老 我看雷纶宗也无心参加拍卖会了 请他们走吧 请雷纶宗离开 岂有此理 真是雷纶宗迹象了 告辞 叶王城叶明月 敢问阁下大名 大人 不管我们的事 他不是我们商会的人 对呀 我们不认识他 他是我的朋友 有任何罪过 我愿意一力承担 大哥哥 由我来守护 这么说 他们和你们三个 不是一路的 对对对 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 原来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一点回报都没有 既然如此 三位乃是我叶王城贵客 叶王城已在迎客殿 为三位准备好了房间 请 什么 贵客 迎宾殿 不是要降罪吗 怎么会这样 不会的啊 待上我们吧 商会方才已经放弃我了 从今以后 飞云商会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群二五仔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帮你清理门户 算了 他们也是一群可怜人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心善 欢迎公子来到叶王城 可否告知阁下尊姓大名 不仅 你让君无上亲自来见我 就说 他的客行来了 什么 走了 我们去迎客殿 好 明月 我们是否需要日夜保护他们 这个人有两万吃的钱力 难道还需要我们保护 阿弥陀佛 我的天啊 这银客店居然是用药猪制作的 叶王城是北界药猪交易的核心 这点实力还是有的 我们进去看看吧 拍卖会多久开始 还有两个时辰 先生 天字号房间 你们可以随便住 我住这间 罗一雪 你和善儿住那间 好 嗯 不错 这雷纵果然很有钱 储物界里居然有四亿多要住 这下拍卖 就更有把握了 叶明月 求见公子 进 叶明月还不知道公子大名 林月 不愧是北界星域排名前三的美女 果然漂亮 敢问林公子出自什么宗门 以公子的实力 北界内绝无对手了吧 那是因为你见的人太少了 城主君无上应该明日才会出关 我倒是有兴趣 试试他那实层的婚员工 公子是如何得知家父出关之日的 这件事除了我和星河长老 无人知晓 我知道的事远比你想象的多 那些顶级宗门的人应该都到了 你还是快去迎接吧 恕不远送 这还是第一次有男人赶我走 那就不打扰公子了 明月小姐 滚开 林月这个混蛋 气死我了 该死 本少曾未见过明月如此生气 难道那小子在里面对明月做了什么 明少 要不要杀了他 别节外生枝 等盘外会结束后 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走 跟上颜明月 公子 我要送沙儿去见委托人了 大哥哥 你们交接地点在哪 就在第三阶中段 我们商船的人也住在那里 大哥哥 你以后还来陪我吗 那些买我的人 好可怕 买 不是交给你父母吗 林公子 我也不知道是这样 算了 走吧 我跟你们一起去 林商会 我们今天死定了 嗯 在这里 当着我们七绝门的货 还敢送上门来 给我打 住手 呦 分哪来的小妞啊 我 她是我们的会长 你们的货在她身边 有什么事你们找她吧 会长还真够味 给老子把她们抓过来 好嘞 小妞 陪我们玩玩啊 小妞 没想到 你还有点本事 接我一招试试 牵 鸣 手 来人 都给我杀了 好 住手吧 你休息一下吧 交给我就行了 药气化剑 没事了 走吧 会长 你重新收留我们吧 我们愿意跟随你 我说过了 我们从此再无关系 有意思 此人只能结交 不能得罪 是 善儿 罗姨雪 你们以后就跟着我了 是 公子 能跟着大哥哥 太好了 距离拍卖会还有一会儿 我们到处逛逛吧 哇 这镯子好漂亮啊 老板 多少钱 买了 三千药株 太贵了 拿去 好漂亮的镯子 茗玉 你喜欢那个镯子吗 我送给你 这镯子我很喜欢 不知道林公子会不会可爱呢 这小子走狗屎运了 叶大小姐青睐 马上要扶摇之上了 是啊 是啊 或许啊 能成为城主居屋上的女婿呢 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啊 抱歉 这镯子 已经有主人了 确实很漂亮 林公子 洛姐姐带起来真好看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林月 你 小子 给我站住 叶王城的东西 全都属于明月 你的臭小子把镯子放下 抢抢是吗 这可是我买来的东西 哼 十万要珠 本少买你的镯子 你卖不卖 什么 十万 太少太少 不卖 这人疯了吗 不给叶大小姐面子 林少主的面子也不敢 太不知天高地号 死定了 那现在呢 天哪 啊 我那破镯子 真值这么多钱吗 这百万都不值吧 哎呦 亏大烦了 还是少了 你别贪得无厌 你究竟想卖多少 一个亿 一亿 秋风了吧 都能买下叶王城 所有贪位了 你居然敢耍我 找死 你打可试试 雷纵就是你的榜样 你 算了 这里只有我自己 还真忍不起他 给不起就算了 我们走 哼 我要的东西 没有得不到的 公子 刚刚为什么不卖了这个镯子 那可是一百万要住啊 东西已经送你了 当然不能再卖了 走吧 贩卖会要开始了 他竟对我如此温柔 你们这行铁过期了 请回吧 行铁还有期限的 我们说有就有 没事 滚远点 公子 那我们 那我们就到一边等吧 公子的帖子肯定没问题 我猜他们是收了钱 所以才拦我们 你倒是有些眼力 那你猜猜 是谁做的呢 是凌峰 他一直在追叶明月 今天又在公子这里丢了脸 所以就 分析的不错 大哥哥 我们一直等 就能进去吗 放心 能让我们进去的人 来了 那是 碧落上清宫的人 碧落上清宫 可是北界星域顶级大宗 比雷云宗 灵天殿强大太多了 据说上界三皇之一 就出自他们那里 你知道的还不少 三皇之一 莫龙皇 秦流 确实出自那里 那不是酒馆里的高手吗 在下秦吴念 我们在酒馆见过了 我叫林月 客栈里 多些吴念公子 给我镇场 否则死了几个人 客栈难免一片混乱 林兄站立堪比超脱 又何须在下镇场呢 拍卖会即将开始 林兄不进去吗 是想进去 可是被拦了出来 完了 吴念公子怎么和那小子 很熟的模样 林少主不是说 他是穷香屁壤来的 拦下没问题吗 吴念公子 放肆 吴念公子饶命 我们无心得罪 是 是林少主 让我们拦人的 这凌风还真是小家子气 林兄 我们进去吧 多谢秦兄了 可恶 都是林风那个王八蛋 逼落上清宫的人 做事霸道 而且不留痕迹 我们也只能认了 这伤势 这伤势 每个十年是好不了了 林兄 我们到了 林兄对叶王城这拍卖会 可有研究 我想先听听秦兄的见解 这里五层台阶 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头五行 一旦催动 就算是九阳超脱镜 也同样死无葬身之地 秦兄所言诧异 这阵法错漏百出 一旦启动 恐怕只能留住我三戏 什么 放肆 这阵法是叶王 军无上 亲自布下的 算老几 在这胡说八道 林少主 你不懂阵法的话 就少说话 笔落上亲宫是怎么回事 居然帮着林月这个臭小子 林月 我们两只剑的账还没算完呢 来人 给我们好好教训教训他 让他知道有些人是惹不起的 纯灵 放肆 笔落上亲宫 你们欺人太甚 大人说话 小孩子别插嘴 有趣有趣 林少主 看来今天吃了大亏了 林峰老弟 还好你女神明月没看到 真挑人现眼啊 何道 张白莲 你们两个落井下石的混蛋 林兄 刚才的讨论还没结束呢 我最喜欢研究阵法 这个阵法破绽在何处呢 这样吧 明天君无上 会亲自来银客店找我 到时候秦兄也来 一些讨论讨论 杀 能让君无上亲自迎接 公子到底是什么人 好 一言为定 林兄和我一起到碧落上亲宫的席位 等拍卖会 等拍卖会开始吧 请 要开始了 大哥哥你看 好漂亮大龙啊 各位久等了 叶王城拍卖会 现在开始 叶丽月小姐太美了 也不真 第一美女 名不虚传啊 父亲闭关未出 这次拍卖会 只好让明月出来见丑了 还请各位 多多敬拍 不要让明月空手而归 叶小姐放心 老子一定让你满意 叶小姐 我愿为你倾家荡产 查查那几个混蛋 什么来头 能杀直接给我杀了 这少主 为了一个女人天天惹事 真不让人神气 第一件宝物 就是这块铁片 起拍价 十万要租 我租五十万 这败价子 没救了 一百五十万 什么人 这么财大气粗 公子干嘛让我举牌啊 又是这个女人 抢走了我喜欢的镯子 居然还炫耀 两百万 林月之室区区 一个无名之辈 居然也敢跟老子比猜力 继续举着 加价 价多少 秦兄 你觉得呢 啊 我觉得这东西值三百万 不如干脆点 有道理 那就这个数 三 三百万 三百万 他是个神经病嘛 看来 凌风遇到劲敌了呀 男人没一个正常的 不过这么俊的男人 味道应该还不错 三百万一次 三百万两次 三百万要诸第三次 成交 终于到手了 这是费用 三百万 快废铁 败家子而已 有什么可高兴的 既然有人有眼无珠 那我就让大家开开眼 这铁片里原本就是玄天秘银 如此纯度 本就这三百万 更何况 这里面还藏有顶级式魂服 可惜 某人有眼无珠啊 有极品质 金色试魂服 穿到了 这万一要上亿吧 有价无市 就算有一个亿 也没地方买呀 这 这里面居然还有金色试魂服 李悦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接下来是第二件宝物 金则剑 藏剑宗花费三十年 用星空含铁所住 威力惊人 起拍价一百万要珠 林兄 你觉得这把剑值多少 一千万 不过 对于懂剑的人 不止这个数 嗯 我看这里没几个懂剑的 六百万 几百万 八百万 两千万 两千一百万 林少 冷静了 两千五百万 林天殿没钱就别抬价了 年轻人 切记心浮气躁 此人公然挑衅 林天殿 实在不止 而且这少年还声称 城主会见他 不知道是什么来历 此人查不出来自何处 但他绝非心浮气躁之人 他这样做 另有深意 可 可恶 少主不可 这东西顶多值一千万 给他算了 付出这口气 我以后还怎么在明月面前待了 两千七百万 好了 放下吧 那家伙怎么不加价了 是啊 有古怪 剑是我的了 你根本斗不过老子 可惜啊可惜 剑是好剑 你却用不了 你说什么 这剑怎么这么薄 明月 这是怎么回事 此剑适合女子所用 设计上就是这样的 女人用的东西 老子派来干什么 又不是我教你派的 这凌风 真蠢得可以啊 可恶 凌月是故意整我的 下面是最后一件拍品 无名兽弹 终于来了 夜王城一直在宣传这支兽弹 我倒是要看看 是真有料 还是在故意学习 想亏是兽弹吗 持心妄想 什么 高手在附近 阻止我们查看这枚兽弹 秦兄可看出什么了 嗯 还没靠近就被震退了 林兄可是有兴趣拍下他吗 我确实对他有兴趣 不过 如果秦兄和我抢 我估计就没机会了 林兄想必看出什么端倪了 而我却没有 所以林兄请放心 我是不会出手的 那多谢秦兄了 此宝物 起拍价 一千万要珠 不让人探查 居然还要卖一千万 狮子打开口 肯定是在故弄玄虚 骗子 绝对是骗子 一千一百万要珠 咦 又是这个田狗 林田店的脸 都快让他丢光了 没人加价吗 一千一百万一次 五千万 六千万 比财力嘛 那老子就和你好好比一比 七千万 林兄出手果然不同凡响 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而已 确实 再和他们纠缠下去 就无聊了 七千万第一次 可恶 看老子 八千万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给自己抬价的 他 他是在看不起林峰吗 我就不信 九千万 一亿 林公子 请不要给自己抬价 一亿一千万 一亿五千万 一亿六千万 两亿 两亿一千万 三亿 好 好一个林月 本少今天就看你怎么拿出三亿来 他怎么可能有三亿 三亿啊 他一个无名小卒 哪来的钱 如果我有呢 不可能 你要是拿不出 就给老子把命留下 赌命啊 有意思 那我要是拿出三亿 你也留下一条命 是这样吗 赌就赌 你以为我怕你 我劝两位 还是三四而后死 明月不必担心 只不过区区三亿而已 一千万 三千万 五千万 莫非他真有三亿要捉 来人 偷袭那小子 去死 安了 林月 林星 又被你猜对了呀 什么 三亿 三亿要诸已复清 凌风 现在轮到你了 为什么你会知道我要偷袭 难道你能为我先知 死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这位朋友 得饶神处且饶神 灵天殿可不能得罪啊 阁下不如就此收手 想死 就继续挡着我 这 是男人的话 兑现诺言吧 可恶 取去一个普渡镜而已 我杀你易如反掌 是暴雨零花钉 离月完了 蛤 雕虫小稷而已 我来教你怎么用兵吧 蛤 什么 凌风他 死了 争来争去 那把剑不还是归我了 你竟敢伤到我们的少主 灵天殿不会放过你的 真以为我怕你们吗 好快 好快 还有人想和我赌吗 谁敢 恭喜灵公子得到最后一件宝物 今日的拍卖圆满结束 散会 谁敢大刀天敢杀了我 传令全剑 兵发界王城 权宗听令 跟我去夜王城 为我而报仇雪害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天生万物 与天同起 这果然是灭族妖兽的胆呢 趁你还未成行 先认主吧 嗯 哈哈 不错不错 居然是逆天的九色胆 说 嗯 你也进来吧 啊 嗯 叶小姐 你大晚上来找我做什么 快 快放开我 好 啊 说吧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 我只是好奇 公子闯祸后会怎么收场而已 区区两个二六宗门 何修我来收场 叶王城 自会帮我想办法 凭什么 就凭叶小姐今晚来找我 所以 未免多生事短 你还是赶紧走吧 本小姐好心想救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凌风死了 叶小姐却来关心杀人凶手 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又不喜欢凌风 那你喜欢谁 不说 我就送客 以后没机会了 你 我看你对洛伊学好 心里就非常难受 所以 我 我喜欢你 那今晚就留下陪我吧 这 这是不是进行得太快了 啊 靠 靠的好劲 好紧张 这家伙 竟然睡着了 就连心跳都是平缓的 竟能对我无动于衷 真是个奇怪的人 林公子醒了 不愧是夜王城第一美女 真漂亮啊 你还有心情取笑我 雷零二宗的人可就在来的路上了 放心 我自有办法 不过 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帮我把这上面的材料准备一下 然后 带星和长老一起过来 小事一桩 我这就去办 叶小姐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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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小姐 怎么会从林公子的房间里走出来 林公子 人我带来了 不知道林公子找老夫所为何事啊 我想让星和长老看一样东西 起 林公子快请手 这些高阶材料锻炼极其困难 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 秦和长老大可放心 怎么可能 七色悬体 难民离火刚快 通天末 这么多高阶材料 这么快就全炼化了 天地无相 自成本相 以此为有 炼化 这么快就成了 竟然还是三品灵器 不灭悬甲 秦和长老 我知道 你也精通锻造之术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可以把不灭悬甲的炼池方法 传给叶王城 此话当真 当然 锻造术可以给叶王城 不过 我想让新和长老 用先天推演之术 帮我推演北戒的运程 北戒运程 新和长老 可有什么顾虑 北戒太大 有点难办啊 而且这林月 会不会信守陈诺呢 我知道 新和长老一向谨慎 这就是不灭悬甲的制作方法 如若不幸 可以先尝试制作一件 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了 那我就献丑了 不知林公子想推演北戒多少年后的事 一年就好 星移斗转 万物乾坤 星象直路 北戒献 林公子注意了 时间会以数百倍速度开始推进 用神念看你感兴趣的东西吧 好 我要看的 只有四个地方 望先宗 叶王城 必落上清宫 最后一个就是 须民大尊 新和长老 他没事 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消耗过大了 休息几天就好了 刚才好大的动静 发生了什么事 新和长老说我所托 推演了北戒运程 结果消耗过大 迎过去了 林兄心怀北戒 着实是大气度之人 我刚也看了 碧落伤清宫的运势 不过 得过一会儿和秦兄说了 因为 叶王来了 能一次见到两位少年英雄 我均无上没白来一趟 见过叶王大人 二位请坐 林小兄弟 你可知道自己闯下大火了 小事而已 当时叶王闭关 却没有突破是大事 你怎么知道我没突破 我自然有手段 并且 我可以帮叶王突破到超脱境九重天 不知叶王相不相信 当然不信 林小兄弟虽然有眼帝 但始终太过年轻 叶王可敢让我一试 之后便知道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好 这是 三元失衡 是你修炼的魂元宫到顶级之后的最大片剧 如不解开 终身突破无望 林小兄弟有破解之法 可否告知本王 我当然有办法 不过 现在雷灵二宗正在来杀我的路上 我要借灼热沙漠一用 灼热沙漠你也知道 雷灵二宗来找我报仇是次要的 实际 他们是为了即将开启的灼热沙漠 既然你已经算准了这一切 那说吧 你想怎么做 我助叶王突破 叶王让我进灼热沙漠 如何 你这是在找死吗 我可不想死 所以 还请叶王帮我设一个局 借五行大阵一用 我想 你已经听说 我能破解大阵之势了吧 是 他怎么能催动大阵 这阵法只有我才能起码 秦兄 你觉得 这阵法如何 我早就对这阵法有兴趣了 让我来试试 叶王的阵法果然厉害 阵法虽好 却有致命的弱力 秦兄 看好了 小心 不用担心 这阵法困不了我 什么鬼 我的阵法莫非失效了 阵法有破绽 叶王 敢过来试试吗 算了 如果被自己阵法阵伤 一定会被人笑了大牙 那明月来试试吧 好 等等 咦 真的没事 散 看场 爹爹 不要 带走本王爱玉 轻松破解五行大阵 还能如此平静迎接本王一场 好 果然有胆色 林小兄弟 阵法有破绽的秘密 可否帮我守着 守着就免了 因为我有办法修补 那就麻烦林小兄弟了 不急 雷灵二宗的人应该已经到了 直接让他们过来吧 我知道浊浙沙漠的入口 就在这里 好 既然林小兄弟什么都知道 那我就让他们过来 秦兄 你先先离开吧 好 这是至尊令 有任何事 林小兄都可指此来 碧落上青宫找我 对了 未来 碧落上青宫若遭遇劫难 记得保自己一命 你就是碧落上青宫的未来 多谢林小兄 那我就先行告辞了 谁杀了我儿 他滚出来 他滚出来 来了 正是在下 你想怎样 一命几命 给老子死 灵远 林小兄 他是战修体制 别乱来 看来你也是战修 我儿确实不是你的对手 他就让本座来情自杀了你 让我来 不上 你是存心要和我们作对吗 灵尊 我们合力一起上 把那新杖旧杖 一起找军无尚断了 正有此意 小子 还不快帮忙 收到了 古怪啊 古怪 可怎么知道我们的招门在哪 灼热沙漠已经开启 不知道两位是选择和我耗下去 还是进入灼热沙漠 入口只开启三个事情 一旦关闭 百年内无法再次开启 他进去了 我们上 好 林月此去恐怕凶多吉少啊 林月 你站住 想不到叶王还真舍得 连宝贝女儿也送进来了 受死吧 急 那里逃 实力不够 还想学人英雄就美 蠢货 蠢的是你 如果现在杀了我们 谁来给你们当祭品 你居然知道祭品的事 他说的对 这是九地中最狠辣的齐天地的东西 传闻确实需要两个活体祭品来开启 林月你没事吧 林月你没事吧 他是假意受伤 知道祭品的事 雷宝货 雷宗主居然还要杀人 莫非是打算一会儿拿灵殿主做祭品吗 小子 你个血口喷人 区区雕虫小技也想挑拨我和雷宗主 沙漠开启时间不多 先找到东西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死期 不过明月这么美艳的丫头 就这么死也太可惜了 明月快跑 不好 他们要跑 给我追 他们要追上来了 别怕 小东西 别睡了 那是什么 是妖兽杀 这沙溪就是你的底牌吗 感觉拦不住雷龙和灵尊啊 不必担心 趁现在我们先逃吧 想逃 该死 居然是八卫沙溪 八卫沙溪为何会出现 先祖设下百年禁制 就是为了让他沉睡啊 这下麻烦了 燕王 小姐在里面 我们进不去了吗 不行 正把最多四人进入 多一人都不行 现在只能靠那小子保护明月了 这八卫沙溪 已经到了超脱镜八重天了 必须要全力迎战了 你 明月这个混蛋 如果不是顾虑忌平 老子肯定要生死了你 抓住他们两个 先办正事要紧 好 看你们往哪儿跑 灵月 立刻束手就紧 否则我就先杀了这妞 灵月你快跑 我灵月没有丢下女人的习惯 来吧 好 是条汉子 急 到了 齐大帝留下的就是这个了 让我看看齐大帝留下的东西有多厉害 这犀利居然如此恐怖 此物果然是血 雷龙 你 一把年纪还这么蠢 你不死 本座如何拿寂灭乾坤棍 我看还有谁能和我抢齐天大帝的至宝 明月 你先走 我雷云宗仙族 惦记了这么多年的东西 以荣有失都给我留下来吧 谁留下谁还不一定呢 不知死活 去吧 什么 原来是个傀儡 傀儡而已 老子随手可灭 什么 我明白了 从一开始你先示弱让我杀了灵尊然后又生东击西让傀儡伤我你非常狡猾啊 你说的对 傀儡 傀儡 和不灭悬甲都是为你准备 不过 不过你还忘了一点 那就是 八尾沙西也是我教乡 他居然弄死了父王都是为宿敌的雷龙和灵尊 果然 两个血迹还是不能满足这根棍子 真是贪心的东西 他想做什么 传说齐天帝暴力无比 是顶级大妖兽 这个棍子染了暴力之气 自然是想吸收我们 要吸我们你还笑得出来啊 不急 能治他的东西来了 感觉到了吗 这沙西云那根棍子的药气 沙西的力量来自寂灭乾坤棍 对 他偷了寂灭乾坤棍的力量 自然不能放乾坤棍离开 不过 我要带走的东西 谁敢留下 棍子 我只说一次 顺从我 我就带你走 好 也差不多到孵化时间 发生了什么 传送门崩溃了 传送门崩溃 明月怎么回来啊 对了 叶王大人 我醒来后 发现枕头边有这个 雷灵二宗 静归叶王 暂见明月 必完毕归赵 难道从一开始 她就算透这一切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 如此厉害的人 这是猴子 来拿棍子吧 它是你的了 想不到这棍子 与你如此伴倍 杀了 这猴子 一出生就超脱镜 太强了 果然没让我失望 灵尊雷龙 你们多年的收藏 我就像那 猴子 带走沙漠 灵月 如今传送门已经没了 我们要怎么办 简单 好的 给我轰了你脚下的地 居然 还能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走 急 都躲进来 没有这紫色的大顶 我必死无疑 灵月 你还好吧 受了点伤 那是什么东西 齐天大地留下的一道神念堡 现在没事了 猴子 你没受伤吧 那我们出去 猴子 把寂灭乾坤棍 丢下去 这里是星空 对 离红梦大路不远了 我就帮你疗伤 打坐调戏一下吧 马上就好了 好 好 让我看看灵尊和雷龙 留下了什么好东西 一个有八亿药株 一个有七亿药株 还不错 可惜其他大部分都是垃圾 这里倒还是有一个好东西 这是破镜丹 可助转轮竟踏入超脱镜 灵月 你想不想突破 父王说过 破镜丹不能轻易使用 一旦突破失败 说不定 我有十足的把握 你敢试试吗 林公子 一旦失败 我基本就废了 我从十万年的轮回中出来 需要忠诚的同伴和势力 来颠覆这个世界 若你为难 不 我愿意 还请公子助我踏入超脱镜 好 放心吧 全身放松 一切交给我 我真的突破到超脱镜了 跟着我 你要学会习惯这种小场面 林公子 我有点担心父王 放心吧 雷灵二宗死了宗主 完全不是夜王城的对手 而你 愿意跟着我吗 愿 愿意 好 那我们先去望仙宗 怎么了 没什么 我赶到有两处波动 估计是过往的商船吧 我回来了 小圣王回来了 不错不错 看来你们都突破的超脱镜了 鸿蒙斗在即 还请小圣王主持会议 这位女孩是 这位是夜王的女儿 夜明月姑娘 对了 关于他的到来 大家一定要保密 他将是我们的骑兵 夜王的女儿都被他勾搭了 小圣王越来越厉害了 明天就要红木豆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赤霄阁的灭尊 突破到了超脱镜三重天 妖魔海七大魔将 都是超脱镜二重天以上的高手 大家不用担心 明天 我自有办法 小遥 你要抓紧修炼了 我们三兄弟 就你拖后腿 无妨 反正妄心总拿不到 进入道河的名额 哼 也是啊 到时候 用道河里的收获 将逍遥强行提升起来便可 多谢大哥二哥 我倒是担心妖魔海 他们很强啊 道河名额 不就是我妖魔海的郎中之物啊 这次红蒙斗 实力悬殊太大 对我们很不利 无妨 红蒙斗即将开始 请大家进一进 下面 我宣布本次红蒙斗的规则 三大势力 每个选出十名选手 进入道河秘境 猎杀道河妖兽 最终按照每个人身上 兽精的数量和品级 取前二十名 为进入道河的人选 有三条注意事项 大家一定要谨记哦 第一 比赛时间为十二个时辰 第二 所有选手不得携带武器之外的其他东西 包括符录 丹药 储物界等 第三 比赛期间 参加者可以随意进出道河秘境 但周图换人 则取消比赛资格 好了 接下来请参赛选手上场 抓究决定进入哪个秘境 宗主 你们的人数好像不够啊 旺仙宗 由我们六人足矣 什么 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小圣王吧 果然有点意思 其实 有意思的是你呢 这个魔主居然是个冒牌货 真正的魔主会在哪 无知小辈 狂妄至极 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无知的是你 选择和我作对 是没有好下场 放肆 小子 你找死 雕虫想尽 这个长老和英葵一样 有着魔的气息 果然事情不简单 这人竟轻易化解了我的招式 旺仙宗 你们是想开战吗 那又怎样 怕你不成 大家都息怒 息怒啊 鸿蒙都要紧 先抓究吧 哼 赤霄阁所有人 符合要求 进入弟子号秘境 妖魔海 进入人子号秘境 旺仙宗 进入天子号秘境 千姬啊 这次鸿蒙到 你们就等着颗粒无收吧 走 我们也进去吧 是 这就是道河秘境啊 庄里面好大呀 哦 是妖兽 剑翅 退后 我来教你们如何猎杀道河妖兽 剑 纸 一级 这么简单吗 每一种道河妖兽 都是大道所化 但是由于等级很低 有着致命弱点 大家只要记住 我说的妖兽弱点 金山这里 一二级的妖兽 一如凡掌 哦 另外 这种金盒是可以吸收的 多余的 你们可以用来 鼓舞战力 去吧 小圣王 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 哎 呀 有 哎 金金 你带来大家 立山妖兽吧 我先离开一下 你要去哪里 我刚发现妖魔海的魔主 是个假货 赤箫阁的长老也有问题 我去查一下究竟 如果我没回来 你按照我说的做 都记住了吧 我走了 记住了 看起来 之前和明月在星空 感觉到的波动有问题 是时候召集明月 一起去看看吧 女帝宗 果然 那波动并不是伤船 看来又麻烦了 明月 我们悄悄地 进一艘战船看看 这些人应该来这不善 好 小玄子 你就从了我吧 大人不要 你们是什么人 不是什么坏人了 灵公子 你这是在做什么 自然是换了他们的衣服 你先换 我帮你把风 那你 你不能偷看 身材真好 公子正经点 你也快换衣服吧 女帝宗实力很强 而且与琴机从无往外 应该是赤小阁 或者妖魔海的人 叫他们来的 我们走吧 好的 讨厌了啦 为什么这些男人 都阴阳怪气的 因为他们都切了 切了什么 就是切男人的那儿 大胆 区区阉人 竟敢对主人如此靠近 找死吗 诶 是我不小心扭了下脚 才命她来扶我的 不然 她哪有胆子靠近我呢 那就好 诶 这位师妹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我是因为这次女帝 突然召集 刚进宗门就被带来了 小丫头反应挺快呀 原来是新来的 师妹叫什么 我叫明月 那明月师妹 你和我一同去沐浴吧 好 狗奴才 愣着干什么 还不跟上 是 这 你也是妹 愣着做什么 赶紧脱衣服吧 好 不用因为这些 不完整的男人而害羞 他们就算有那心思 也做不了什么 是 愣着干什么 还不帮师妹擦洗 好呀 女帝即将在我和张白莲之中选一个人 师妹可有心意的人选 这女人接近 这女人接近明月 原来是因为这个 此事包在师妹身上 除了我 还有几个新来的姐妹 明月也会让她们支持师姐 好 我叫萧妹儿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好姐妹了 多谢师姐照顾 不过 我刚进宗门 不知道这次我们来鸿蒙大陆 有没有危险呢 师妹放心 这次有神秘人邀请女帝前来 说是赤霄阁和望仙宗会开战 我们坐收渔翁之力就可以 很安全 另外 这次来的也不只是我们 还有更强大的飞仙门 他们的目标是赤霄阁 我们目标是望仙宗 所以 万无一失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主人 我在来之前 偶然听到了一个 自称魔主的人 和飞仙门门主密谋 要灭了女帝宗 你说什么 主人如果将真相告知女帝 避免浩劫 她肯定会定主人为传人的 有这种事 那个人说 飞仙门的飞道人 真名叫张晴 是我们宗主 女帝之前的相好 此话当真 千真万劝 小人以性命担保 女帝有个爱人叫张晴的事情 只有我和张白莲知道 绝无第三人知晓 这奴才居然能说出这个人 这件事多数是真的 你这奴才不错 我这就去回禀宗主 事成之后 重重有赏 谢主子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 她马上就要倒霉了 张白莲一会儿就要来了 住口 小妹儿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祖主饶命 是那个奴才说的 她就在御师 跟一个叫明月的师妹在一起 我这就去叫她来 不用了 白莲 你去找那奴才来 是 小妹儿这贱人终于失宠了 老娘立功的时候到了 小妹儿并不是愚蠢之人 这件事更像是她被那个奴才摆了一脑 一会儿我得先发制人 见面 就要先制度她 狗奴才何在 敢喊人 就死 你是 跟我走 我有事要和你说 好 好 居然是林月 这疯子连雷宗和凌峰都敢杀 我千万不能惹她 是 林公子 明月姑娘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放心 我不但不杀你 还能让你成为女帝的传人 你不想做第二个小妹吗 多谢林公子帮忙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一定竭尽全力 带我去见凌飞羽 我能保证 她会将你定为传人 好 公子还需要我做什么 我要飞仙门的飞仙旅 你想办法拿到给我 飞仙旅在河道手里 是飞仙门最强的宝物 我 未必能拿到呀 你和河道的关系 以为我不知道吗 如果我告诉女帝 你应该明白会是什么结果吧 公子 我 我有苦衷 是河道给我下了毒 无奈之下 才和她合作的 林月怎么什么秘密都知道 小小毒药我随手科技 你先起来吧 可是公子 我的功力 未必是河道对手啊 无妨 怎么做我自会安排 先去见凌飞羽吧 你就是那个奴才 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我吧 这里人多 你真的要我讲吗 有何不可 十七年前 飞仙门门主飞道人 有两弟子 一个叫张琴 另一个叫灵 住口 这奴才绝对不是一般人 你们都退下吧 是 那我就继续了 飞道人的两个弟子相爱 但被飞道人阻拦 于是他们离开飞仙门 自立门户 但多年后 飞道人找不到合适的传人 再度找到他们 希望他们回归飞仙门 但张琴和灵飞羽 已经过惯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怎能回去 那天晚上 谁能想到 飞道人恼羞成 多年的急恨一下爆发 他杀了张琴 原来他一直妒忌张琴得到了灵飞 因为他早就对这个角色女弟子起了色心 好在张琴为了爱人留有后手 飞道人未能得手 不要再说了 你知不知道 你刚说的秘密 足以让我杀了你 我知道你最恨飞道人 所以萧美尔说你和飞道人是相好 才会被降罪 实际上 我能助你杀了飞道人 不过 我不喜欢抬头和人说话 你很有胆识和手段 说吧 你想要怎么做 我知道 以你的功力不是他的对手 但若是借助忘仙宗的力量呢 你是忘仙宗的人 是 能告诉我 让你们来这里的神秘人是谁吗 是妖魔海的魔主 他说他只要道河里的宝物 至于鸿蒙大陆 可以让我和飞仙们瓜分 你知道道河里到底有什么吗 是凡天果 宇宙八大神物之一 凡天树的果实 那是宇宙最强的力量 这不是古籍上的东西吗 世上真的存在八大神物 当然 不过 道河里的只是凡天树 万千果实之一 另外 劝你不要打凡天果的主意 因为七夜魔皇会在凡天果出现的那一刻 降临鸿蒙大陆 七夜魔皇 他也知道凡天果 道河就是他从西界星域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等凡天果成熟 当年 西界之主莫龙皇得到凡天果果河 重在道河之中 被七夜魔皇发现 发动大战 西界星域因此一分为二 分别为南北星域同变 而道河 则归入七夜魔皇统治的北界 这种事你都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叫凌月 望先宗小圣王 望先宗会灭掉赤销阁 到时候可助你拿下飞盗了 机会 只有一次 成交 痛快 等我的消息吧 至于传人的人选 你选张白莲即可 他资质不错 公子 一切顺利吗 放心吧 张白莲 传人的事我已经帮你搞定了 你按照这张纸上的计划行事吧 是 公子 接下来 就跟着看好戏吧 公子 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要回道河秘境 继续红蒙洞吗 不用 红蒙洞 有秦极他们就够了 我要去探一探魔主的虚实 等秦极从道河秘境出来 你告诉他 让他 去吧 好好养尽蓄锐 这一战 还要靠你和傀儡呢 好 公子好可怕 巨人谋话得如此之深 是左寒有啊 我先过 红蒙洞比赛 结束了 请各个参赛团队 尽快把金盒提交上来 离开道河秘境 金盒就会在半周相后消失哦 这是我们的 十个人平均分 妖魔海所收集金盒 折算成一级金盒 每人一百零三枚 一百零三枚 妖魔海过人情的 我们赤霄阁 也是十个人均分 秦姬 我劝你把所有金盒 都放在两个人身上了 否则你们旺仙宗 可能会颗粒无收 后悔就来不及了 赤霄阁所收集金盒 折算成一级金盒 每人九十八枚 要后悔的是你们 旺仙宗所收集金盒 折算成一级金盒 每人一百一十六枚 什么 一百一十六枚 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事实就在眼前 现在我宣布 本次鸿蒙斗 妖魔海拥有十个金盒名额 旺仙宗六个 赤霄阁四个 等等 旺仙宗的成绩我不信 不信 盗河妖兽的金盒 在外面无法保存 超过半只箱时间 我们根本没办法作弊 你凭什么不信 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 根本不可能 零杀这么多金盒 口说无凭 你们有什么证据 有什么证据 杀了你们 名额自然是我们赤霄阁的 小尚王收得不错 赤霄阁这三名长老 从气息看 确实和殷葵同出一场 果然是被魔主控制 敢挑衅万仙宗 找死 我们一生 别以为我们旺仙宗是好惹的 敢杀我长老 赤霄阁所有人动手 给我灭了旺仙宗 旺仙宗全体听令 全力击杀赤霄阁 你们不要再打了 去死吧 秦贼秦王 我们先合力杀了秦姬再说 一起上 回报 没报 禁忌 休死吧 糟了 秦宗主 抱歉 我来晚了 秦宗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来助望先宗一臂之力 这是小生亡的傀儡吗 气质完全不一样 一个小小的傀儡 也想和我斗 这怎么可能 居然是超脱镜的傀儡 二门主颜村 死了 什么人居然能炼制出这么厉害的傀儡 不仅跨入超脱镜 而且不怕二弟的火焰 难怪小圣王让我们和赤霄阁开战 原来他的后手这么强 上 大家和我一起合力杀了命尊 凭你们几个臭鱼烂虾就想杀我 脑子今天就让你们明白 什么叫境界压制 这傀儡果然无脑 给我碎 这是什么 居然是灵气级的悬甲 大家上 擒贼先擒王 看招 又是灵气 完了 完了 我太小瞧他们了 大家上 杀了他 早知如此 我和王仙宗开战了 王仙宗听令 全力击杀赤霄阁余党 这是 你们来我们鸿蒙大陆想做什么 玉泵相争 鱼翁得利 我们自然是鱼翁了 王仙宗对上他们 无异于以卵击石 这可怎么办 灵飞鱼好久不见 我们先动手 然后再好好叙旧吧 好 那就先从你开始吧 该死 灵飞鱼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晚了十年的仇 也该报了 非道人 受死吧 就凭你 那为师就让你见识见识 师父和徒弟的差距 这是小圣王令牌 传小圣王号令 助女帝宗围杀飞仙门 结束最后的战争 望仙宗全体 进攻飞仙门 是 明月姑娘 小圣王去哪里了 她去找真正的魔主了 这里的魔主是个假货 小圣王太厉害 人都没出息 但战场绝世 就竟在掌握之中 盖思 这些梦心做的人 怎么都这么忙 先逃命再说吧 你逃不掉了 你 你说 现在谁才是渔翁 杀千道的师父 我这就送你 去给张大哥谢罪 张大哥 你的仇 我终于给你报了 女帝宗听令 全力进攻飞仙门 一个不留 白莲 你真的愿意离开女帝宗 跟我私奔吗 当然 我所有的一切 都没你重要 白莲 你真好 是吗 还有更好的呢 白莲 你 何道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会喜欢你吧 你对我做的一切 足以让我杀你千遍了 飞仙旅果然在他这里 去找林公子交差吧 秦宗主 小圣王呢 他去了道河 我们也正要过去 小圣王嘱咐我的任务 我已完成 在此等候小圣王 女帝 这里的残局 就交给你了 我们去小圣王那里看看 没问题 见到林公子 替我谢谢他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原来他派贾魔主 去参加轰盟斗 还让女帝宗和 飞仙们的人都去 是为了增添死亡人数 方便他这个真身 收集死去 好了 死去收集的差不多了 当今世上 只有本座可以在道河开启之前 直接进来道河 现在没人可以阻止我成为真正的魔了 这船夫实力好恐怖 你为什么不跟我走 难道因为我是魔族而非人类 你是人是魔 与大道无竿 我不跟你走 是需要你解答我的疑惑 而且还有其他人 马上就到了 其他人 不可能 这傻魔主 以为只有他才能进入道河吗 入河可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哦 去吧 祭灭乾坤棍 怎么可能 出来吧 灼热沙漠 杀死 这小子居然把道河给填平了 论道 怎么少得了我 敢阻拦我 去死吧 论道就论道 何必动手呢 可恶 这小子脑冒出来的 拜见船夫 我被大道所困 一生执迷无果 看不破大道 出不去道河 请问 何为大道 既然他都到船夫这里了 我也不便多次出手 不过考验道心 本魔主也不会输的 大道为极致 只要到了修为的极限 当时无人能敌 极为大道的终点 哦 大道有极 无数岁月之前 宇宙出现九位地级强者 时辰九帝 所以 地统时代的九帝 就是宇宙的大道 九帝虽强 但并不是大道 什么 因为九帝之前遗失的武学 他们不知道 之后演变出来的新武学 他们也不会 如此没前为后 如何能代表大道 牙尖嘴利 那你说何为大道 没问题 不过在此之前 我要说另外一件事 你的血脉很正统 是魔族魔地的真正后应 所以 你吞噬妖魔海四大魔主 来增强功力 想动七眼魔皇的东西 匡复魔地一脉 我说的对吗 你到底是谁 我叫林月 林月 还请告诉我 到底何为大道 我把大道分为三个阶段 过去道 现在道 未来道 三道合一 三道合一 方为大道 总结过去 领悟现在 洞悉未来 三道合一 老朽误了 林月先生年纪轻轻 竟能看到大道 前途无量啊 多谢凡天 多谢先生点拨 血无大罚 想偷袭我吗 可惜进入道合 对你的消耗太大了 三元合一 该死 这个人类居然如此难缠 算了 先去犯天果要紧 破绽百出 你的仆人鹰魁怎么死 你都没吸取教育 我的手 原来杀了鹰魁的人是你 本座当时只是察觉到 鹰魁准备吞噬琴击 却被人破坏 没想到 徐臣是这小子 鹰魁那废物的确是被我所杀 而且和你一样 手都被我的大日道法剁掉 凡天果 归我了 做梦 我主罗侯 你束手就擒吧 谁 望仙宗众人听令 果肃支援小圣王 是 该死 仙宗为妙 总算是提升到转轮镜了 不过 凡天果的大部分都还没有吸收 只能先封印在丹田了 死亡杀战 可恶 这伐阵很强 受死吧 归须大梦攻九重 就凭你们几个也想困住我 做梦 林月这个混蛋根本不是使者 他居然一直在骗老夫 现在魔主都被他给算计了 魔主 我来救你 玄幽 你想干嘛 玄幽 助我脱困 我一定提升你的修为 我在往仙宗的棋子终于有用了 做个好人不香吗 这是 急 学姬烈心 你也是魔斗中人 无魔无道 一正一邪 我就是我 区区魔道 如何容得下我 大家住手 放他走 什么 你真要放我走 走 或者死 有趣 你这个人类太有意思了 那本大爷今天就先放你们一马 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走可以 但是做错了事 总得留下些什么 什么 拒继烈心 这该死的人类 算了 他就要来了 停留不得 有趣的东西终于来了 那是什么 提高警惕 准备战斗 走了 那是七叶魔皇 如果不放走魔主 他找的就是我们了 小圣王 小圣王 你救生了 无妨 不是魔主伤到我 是我抢了他的东西 强行吸收造成的 我龙铃从不夸人 但小圣王真乃当世英雄也 龙铃长老什么时候 也学会这套了 走吧 我们回去 明月 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我怕你死了 没事 我已经死过无数次 所以早就学会 每走一步都深思熟虑了 什么 你别吓我 放心吧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看 我不是完全恢复了吗 七叶魔皇离开 是因为凡天果 在魔主手里吧 但是 他为什么没发现 你身上的凡天果呢 那要多谢由你们帮忙 让我有时间 把凡天果封印在丹田 而他没有 难道 你早在去夜王城 拿寂灭乾坤棍的时候 就想到了这个结局 结局 错了 我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这只是第一步 很快 我就会将另外一脚 把凡天果拿回来 那时候 才能进行第二步 到时候 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的 多谢女帝 帮忙处理赤霄阁和飞仙门之事 秦宗主客气了 赤霄阁余孽都在望仙台上 请秦宗主自行处理吧 东西到手楼吗 就在这里面 女帝 我们的合作还要多谢白莲的眼见 我让她帮忙做点事 你没意见吧 当然不会 白莲做得很好 这里的事情已了 我们要回去了 去吧 十年了 你该放下了 多谢圣王开导 小圣王 接下来我们怎么行动 大长老二长老 带弟子去赤霄阁 斩草除根 诺 其他人就回去做好准备 我要带你们去一次 碧落上清宫 七夜魔皇 魔帝后衣 博宁公子 等着我 天 马上就要变了 我们去碧落上清宫做什么 带你们去见见世民 仅遵世王吩咐 我怎么先到退了 仅仅 今晚来太上清池找我 好 圣王先忙 我去看看 依依有没有受惊 看来 林公子在这里 也有很多女人要对付啊 怎么 你吃醋了 我才没有 你也去休息吧 很快 我们就要离开鸿蒙大陆 到时 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好 小猴子 接下来的战斗 你准备好了吗 肚子饿了 我知道你喜欢吃药猪 给你 看来真的是饿坏了 一下吃了我一亿药猪 穷人还真咬不起你 不过 居然提升了一个小净净 也算值了 你先随时走走 小话小话 切记 不可伤人 天空颜色变了 但魔皇后 违结星月一百零八圣鱼 三天后十节地落上时空 为这杀无事 是魔皇后令 我要走了 放心 我们会陪你去的 宗主 让我和小圣女说几句吧 那依依就交给你了 好好安慰一下她吧 她很害怕 宗主放心 宗主 小圣女没事吧 小圣王在里面 希望她有别的办法吧 还有什么办法 这是小圣女命中注定的事 小圣王就是改命之人 她肯定行的 但是对方是七夜魔皇 小圣王也没办法吧 不过 感觉不应该这时候召唤圣女啊 依依还这么年幼 是啊 按道理不该此时召唤 莫非七夜魔皇出了什么事 或许小圣王知道其中的蹊跷 你回来了 我很想去见你 不过 他们说外面一直在打仗 不让我出去 害怕吗 我不怕 只要你活着 只要望先宗还在 我就不害怕 可是魔皇召唤了 你只有三天时间 我不怕 我一个人去碧落上青宫 见魔皇就好 从那 那天开始 我就下定决心了 放心吧 我会陪你去碧落上青宫的 不行 魔皇会杀了你的 我不止要去 还要带上望先宗 最强的战力去 七夜魔皇 不过是我的踏脚尸罢了 岳哥哥 难道 你早就期待这一天了 是啊 我怎么舍得 把你给七夜那个东西呢 其实 他现在已经受伤了 之所以提早召集圣女 就是要给自己疗伤 啊 七夜魔皇怎么会受伤呢 关于这件事 我当着大家的面再解释吧 岳哥哥 先等等 一一想 想什么 你是坏人 知道还问 那我们抓紧吧 看来小圣王 安抚好小圣女了 不知道小圣王有什么办法 小圣女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各位 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小圣王可知道 为何七夜魔皇 会提早开始召集依依吗 当然知道 因为 七夜魔皇受伤了 而这伤 是我造成的 什么 啊 小圣王快说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可记得 我白天放走的魔主 罗侯是魔帝的后裔 血脉传承的威力很强 所以 我让他带走了一部分凡天骨 并吞噬融合 魔皇肯定想取出融合后的凡天骨 但是 他万万想不到 我在魔主罗侯的身上 打入了血迹炼心的控制阵法 通过阵法 我便能操控他的心脉中的凡天骨 一旦他有生命危险 我便会触发凡天骨 给魔皇造成伤害 此刻 若强行拿出 凡天骨就会因血迹炼心而毁药 所以 他只能召集圣女仙疗伤 明白了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 小圣王这算计也太深了 可怕 连至高无上的魔皇都能算计 小圣王威武 那我们该怎么做 跟我一起去碧落上清宫 杀七叶魔皇 夺凡天骨 创造一个北界之皇 你们敢不敢 誓死追随小圣王 好 回去准备吧 我们明天就动身 你来得还真快 脱了衣服吧 我要吸收一部分 凡天果的力量提升自己 刚好 帮你也更上一层楼 好 掐绝运转归去大梦宫吧 恐怕一晚上 我们都要在这儿了 好 秦极身上的阴气 刚好助我提升 这次应该可以提升到 转门境四周天 小圣王的手好热 小圣王 碧落上清宫应该不在这个方向 放心 走这里更快 现 这里为什么有传送阵 这个宇宙存在很多传送阵 只要找到他们 就可以随意畅游宇宙了 走 我们进传送阵 十万年里 我找到传送阵可没少把时间 前方就是碧落上清宫 和七叶魔皇所在的地方了 这才片刻的时间 居然就到北界 林公子 你 你还知道多少个这样的传送阵 不多 大概 几百个吧 怕吓到你 我省略了一个万字 否则 我怎么能知道各界的各种事情 快看 有别的飞船飞过来了 那是三花门海龙殿的飞船 看来 一百零八宗的圣女都来了 走吧 去碧落上清宫 看到那个大底了吗 那就是碧落上清宫的仙祖 墨龙皇 留下的士神妖顶 我们所在的星域 叫四方星域 之前分别为 东 西 南 北 四界 墨龙皇 就是西界之主 之后 墨龙皇生死 西界星域被北界和南界瓜分 北界之主七叶魔皇 得到了墨龙皇所有的资源 唯独最重要的墨龙皇传承没找到 那妖顶上好重的血煞之气 因为七叶魔皇已经屠杀 避落上清宫 上下十万人 血煞之气都被士神妖顶吞噬了 依他们一百零八圣女 也会在妖顶里练活 七叶魔皇好残忍 师弟你看 那些人看到妖顶都吓成这样 真没见过世面 你快看 他们还养猴子呢 好一只蠢猴子 一点妖气都没有 烦进了垃圾吧 秀尸王 让我灭了他们 算了吧 这个五行门 不过是个垃圾而已 就当听几声犬吠吧 三十万要住一晚 对吧 成交 好的 最后还剩几套房 刚好够宁集为住 慢着 你们可以滚了 最后的房间是我们的 你们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这种终极客栈不是你们小宗门可以住的 你们去低级客栈找房间吧 找死 灵小兄弟 原来你也来了 父王 参见父王 女儿 你突破了 灵公子帮我突破的 多谢灵兄弟 大哥哥 我以为你不理我了 怎么会呢 大哥哥就是离开了几天 对了 大哥哥 医学姐姐有事 来不了 我自己跟红发伯伯来的 好 在下五行门临东见过夜王 我等小辈能见到夜王 真是三生有幸啊 五行门 听都没听过 灵兄弟 此处简陋如狗窝 不如一家老夫定的碧落仙阁 在最靠近魔皇殿的地里 有人也在那里等候灵兄弟 好啊 该死 夜王的女儿 在他们队伍里居然没看到 不过 如果能靠近魔皇殿 或许有机会得到魔皇的重视 夜王大人 不知那靠近魔皇殿的客栈 还有没有房间 房间有的是 但你们这种不入流的身份也配住 还不快滚 于是 本王要五行门一年内倾家荡产 属下这就去办 灵兄 我本想好好招待你 可如今 秦兄这几日想必不好过 离别那日叮嘱秦兄之事应验 现在你可想为死去的人报仇 报仇 死去的人皆是被七夜魔皇所杀 难道灵兄认为北界有人是七夜魔皇的对手 当然有 是谁 只要他能杀了七夜魔皇 我避落上青宫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那个人就是你 我 灵兄太看得起我了 我只有超脱镜三重田的修为 再给我一百年 也不是七夜魔皇的对手 若是墨龙皇的传承加深于你 再配合樊天国 你觉得 有机会吗 灵兄知道线索的传承在哪 当年墨龙皇兵里死亡 知道传承给你们也保不住 所以 将他藏在了士神妖顶之中 只不过 寻常手段无法解开 否则 早被七夜魔皇得到了 那灵兄为何知道得这么清楚 秦兄可记得先天推演之术 不瞒秦兄 我当时看到了这里的未来 其实我是在被困的十万年里知道的 不过 这是我的秘密 这至尊令 要物归原主了 因为他就是打开 墨龙皇传承的钥匙 不过 士神妖顶已经被魔皇下了禁止 需要他本人 或者 用他的精血 才能打开 那岂不是比登天还难 你不必操心 此事交给我 魔皇何时照念圣女 明日 那就明日 你疏散壁落上轻功的人后 在士神妖顶之上等我 灵兄 万万不可 他可是七夜魔皇啊 放心 我自有办法 到时候所有人的命 都掌握在你手里 不管传承有多强 秦兄都要顶住 我定竭尽全力 无论明日如何 灵兄都是我秦无念 一辈子的兄弟 请一百零八射女 进入魔皇殿 一百零八宗 其余人等 均不能入内 月哥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不负所托的 做好准备 一会儿一一催动血迹炼心 让魔主罗侯暴走 我们便冲进去 今日之战 会决定所有人的生死 罗侯 这家伙明明重伤 被我囚禁在地牢里 怎么突然又恢复了 还出现在这里 快看 出事了 是七夜魔皇 他和谁的战斗 对手是魔主罗侯 一催动血迹炼心 魔主再次暴走了 接下来 该我们上 冲 一起上 干什么 晒入折死 拦住他们 去 傀儡之术 这里 就交给你们了 消失王神 放心 这几人想干什么 在魔皇电脑时 胆子也太大了吧 这几人想谋害魔皇 大家上啊 拿下他们 抓住他们 立功的机会到了 往显宾宗 盛王行事 干扰者死 好强 别怕 再强 他们也只有七个人 就是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他们几个 杀 好 明月 我们来了 是叶王城的人 还有我们 闭落圣庆宫的人 到底是何人 一再控制 梵天国 来强化罗侯 当我炼花了 一百零八圣女 恢复实力 取出梵天国 也定把你找出来 看来魔主罗侯 还是打不过七夜魔皇啊 月哥哥 你来了 你做得很好 把血迹恋心交给我 你和珊瑶带着大家 从侧面离开吧 好 看来还是得我亲自动手 林兄 我也在腰顶之上 成败救开你的了 小猴子 该是时候活动活动了 齐天地的气息 齐天地的东西果然可怕 居然连我的气血都能吸收 好机会 何等小小 给我去死 这是须弥大尊的道法 你如何学得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区区转轮镜的蝼蚁 也敢挑衅本皇 要气化气 火神冲 臭小子 起来吧 罗侯 什么 他又恢复了 该死该死 这一切果然都是你搞的鬼 这 普通不一样的攻击 已经足够了 成败再死一举了 我侯小孩 如果不知你死了 范天国也会毁掉 王早就杀了你 有意思 我帝后裔的残魂 齐天地的寂灭乾坤棍 须弥大尊的大日道法 今日本皇就全要了 就怕你没那个本事 我就先拿下你 大日道法第三事 阳神变 就这身手 去死吧 大地井 果然恐怖如斯 你居然神体要三元其休 并拥有着完美道鸡 哈哈哈哈 本皇要吞噬了你收为己有 那可由不得你了 他马上来了 谁 后人秦无孽 以先祖墨龙皇的力量一战 墨龙皇这个老家伙的传承 居然留在了腰顶里 齐夜魔皇 新仇旧恨 这次一起算 樊天国 你可以回来了 你居然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中 豪蒙大陆怎么出了你这样的人物 不 你注定不属于豪蒙大陆 废话真多 收 齐夜魔皇 樊天国已经被我取出来了 什么 樊天国是我的 魔皇 你终究还是太贪心了 大日到访 没必的家伙去死吧 哇 齐夜魔皇 该死的是你 过来 就借这颗樊天国 结束此战 齐夜魔皇 你的死期到了 不 没结束呢 你先做传承的阵法 替我碧落上清宫十万圣灵报仇 那是灭身阵纹 传承中 必落上清宫的最强阵法 完了 魔皇这次没机会了 我们快逃命吧 危机变天了 灭 哇 十尊们 无念给你们报仇了 秦兄姐 这一战可还没有结束呢 你感觉到了波动吗 我感觉到了 来自东界和南界 那是什么 齐夜魔皇死亡 东南北三皇平衡已经被打破 剩下两皇自然想要瓜分北界 那我们该怎么办 还请灵兄指点 那就请秦兄和我去一处地方 好 魔皇的尸体就归你了 秦兄 我们走吧 好 灵兄 我感觉另外两皇恐怕用不了半个尸扇 就能到三界交界处了 时间足够了 看前面 灵兄怎么知道这里有传送阵 偶然遇到的 这传送阵历史太久远 已融入虚空 确实不好找 走了 这 这里是 这是封印摩地 当年三皇封印地统时代英雄 须弥大尊的地方 须弥大尊 我这就放你出来 何人来此 晚辈林月 用梵天国解开禁止 请须弥大尊 继续镇守四方星域 你小小年纪就能取得凡天国 何时让我有些惊讶 天兄 这位就是须弥大尊 大尊 仙祖一絮 后人得见须弥大尊 须跪拜行礼 以谢守护之恩 大尊 如今七夜魔皇已死 东南两皇想要趁机瓜分北界 如今他们气息越来越近 放心 虽然我被困在封印魔地多年 修为跌落 但是震慑他们足以 去 东南两皇的气息消失了 大尊被困多年 实力竟还如此强悍 实在让人钦佩 过奖了 多谢你帮本尊脱困 说说吧 有什么要求 我的要求已经说过了 就是希望大尊 永保北界星域太平 因为 我很快要离开北界一段时间 黎兄 你要走 是 你们可知道 魔地后裔出现在北界了 怎么可能 当年在地统时代 魔地被其余大帝合力斩杀 理论上应该不会有魔地后裔了 大尊看看这个 这确实是纯正的魔地气息 说 魔地在哪儿 哈哈哈哈 八地已死 无人能挡下魔地 魔族终将一同宇宙 既然不说魔地在哪儿 那我自己来吧 剑兄 若我眉心甚血 立刻把握推行 恩 英雄放心 此次居然连时空神行大法都会 有意思 急 又是吉他 万鬼护魂 黑幕为官 果然是大寿命 居然是一面同镜 不好 谁 哈哈哈哈 实际终于到了 你到底是谁 无名 林修 你就留下吧 你是逃不掉的 林修 你没事吧 无法 碰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哈哈哈哈 魔地 是魔地 苏醒了 你们都死定了 魔族万岁 这小子自焚了 你真的遇到魔地了 不可能啊 当年八帝一同杀了他 他怎么可能逃出生天呢 不是真正的魔地 是八大神物之一的 应天境 他想重新创造一个新的魔地出来 神物应天境 应乾坤万物 复制重生 看来世界要大乱了 应天境为什么要创造一个新的魔地出来呢 当年 魔地找到应天境 并能让应天境为其所用 肯定知道了 某个连应天境都寄予的秘密 应天境想重造魔地 多数 也是因为这个秘密 神物有灵 我身上还残存着魔地的气息 我想 同为八大神物之一的梵天国 应该能凭此 找到应天境的下落 应天境貌似在南界 九首佛皇的地盘 九首佛皇 那畜生 竟也和这件事有关 看来 要去一趟南界了 刚好南界的万佛殿 可是修炼金身之法的最好地方 你只是转文静 现在修炼金身之法 是否太早了 也差不多了 不过去南界之前 我还有几件事要做 俊 闭目隐身 双翼遮天 大妖昆鹏居然出现了 四方星与秦吾念二十岁 地主境一重天 晋升黑榜第十 秦吾念身边的少年 居然能发现我 真是古怪 他是谁 黑榜又是什么 他是统计战里的黑榜使者 无人知其来历 但是他所记录的黑榜排名 有着绝对的可信度 原来如此 多谢林兄 若不是林兄助我 我也不会有今日 秦兄客气了 还请秦兄回去主持大局 七夜魔皇的人 一个不留 是 请等等 大尊还有何事 解救之情无以为报 我送你一件礼物 请一定要收下 嗯 我的心头惊喜 还请林公子 千万不要抵护 好 北界就有劳大尊了 我先走一步 放心 十万年轮回灾疫天 世间因果变化 我大抵都能猜透 后面的龙 我一定要走最正确的那条 龙长老好男人哦 是啊好帅 我爱你龙长老 怎么就没有美女喜欢我 我 我 你长成这样 没被人打就不错了 让你魔皇都吃 这就是贪吃的后果 我来帮你吧 让我来看看 魔皇的戒指里都有什么好东西 百衣妖珠 丹药 功法 还有太虚八步 这可是道法之上 与宇宙共生的五大神通之一 功法中的神物啊 哼 不过 需要超脱之下 达到三元合一的境界方可修炼 可惜 魔皇最终还是没敢废功重修啊 否则 今天输的就是我们了 小猴子 帮我护法 太虚八步第一卷 画龙篇 以气画形 以体画灵 以念画神 三元归一 成了 一身汗 去洗个澡吧 唉 修炼完泡个早 还真舒服啊 啊 圣王 圣王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无妨 过来帮我揉揉肩吧 是 剑汤 我打算带你去南界 你可原一 南界 你的仇人 在南界对吧 圣王是怎么知道的 那时候 我还很小 当年南界八大族之一的剑族 遭逢大变 作为下任组长候选人的剑灵天 被人以勾结外族之罪陷害 惨遭毒手 而剑灵天就是你的父亲 对吗 父亲没有构结外族 可是 却没有人信他的话 圣王 你去南界身为了我吗 我去南界为的是更大的目标 至于剑族 只不过是一块绊脚石而已 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杨晴 然后再将戒指里面的三十万颗丹药 交给秦基 应该足够往前走发展 三十万颗 嗯 有人来了 有 小圣王 刚刚是在和谁说话 没人 是我在自言自语 外面的事安顿好了 是啊 真没想到 我们居然杀了七叶魔花 还缔造了秦五念 成为北界星皇的功绩 简直像做梦 做梦我能理解 不过 你这是要干什么 当然是犒劳犒劳你啊 你这么辛苦 要不改天 我今天不在状态 没状态 那我来帮你吧 唉 真拿你没办法 满意了吧 走吧 他们应该快等着急了 好 怎么感觉 身体好奇怪啊 不 不能再想了 快去送纸条吧 圣王和宗主回来了 宗主 那些圣女一直追随着龙长老 不愿离去 该如何是好 都听圣王安排吧 既然如此 就先让他们上 旺仙宗的战船吧 怎么感觉冰山宗主 变成一副小鸟一人的模样了 难道是错觉 林兄 你交代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这是从七叶魔皇那里得到的资源 请林兄笑纳 都分给大家吧 林兄真是大气 不知林兄接下来有何安排 自然是去南京 应天竟害我喷了一口血 这笔账 怎么都得去算算 我真想和林兄一同前去 可惜 憋落上京宫满目疮痍 你是新的北皇 需要你作证北戒 至于南戒之事 我带起人去就好 小圣王带上我吧 龙铃也愿随小圣王征战南戒 好 我等也愿为小圣王效力 父王我 你不能去 太危险了 那就这么定了 柳长老 龙长老 剑翅儿跟我去南戒 圣女们都随依依和秦宗主 回鸿蒙大陆 大家先散了吧 好 杨长老 你怎么没和小圣王一起去南戒 不瞒宗主 小圣王对我便有安排 小圣王让我去谷桥河畔找一个人 谷桥河畔 地门第一箭 看来小圣王又有新的计划 多谢叶王大人的船 那我们就出发了 小兄弟保重 别藏着了 出来吧 你怎么知道我藏在船上 叶王赠船 你又不在他身边 还能在哪呢 是我不惜和父王断绝父女关系 他才同意的 那我若是辜负了你 岂不成罪人了 这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已经到南戒了 这是风月族的风月术 接下来我们要参加风月大会 那里可是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呢 为了身份保密 从现在开始你们称呼我为公子 此次我们找应天静 要从八族之一的风月族下手 风月会是风月一族十年一次的盛会 酒斗 琴斗 气斗 舞斗 就是风月会的节目 到时候 请你们喝他们的名酒 三十三重天 三十三重天 那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呀 他们会给我们吗 这可由不得他们 哈哈哈哈 大家喝酒我和老龙都行 这个弹琴嘛 柳长老放心 弹琴我会 这件事不仅 因为风月会也不是谁都能去的 我们先到风月族再说吧 风月族居然住在树上吗 不 他们住在树里面 这就是风月族了 好美的地方啊 今天来了好多人啊 还不是奖品慎兴鼎和玄武剑脑的 是啊 这在风月族正是下雪本了 哦 这风月会还有奖品 当然了 不过我们还不能参加 能参加风月会的人 只能是八族的人 或者是他们邀请的客亲 所以我们要找个靠山才能参加 在下南宫族南宫历 几位看起来应该不是八族的人吧 哈哈哈哈 对我们是旺仙宗的 你们好呀 大哥一看就是小族门 连风月会的门都进不去 别理他们了 倩儿说的有道理 哈哈哈哈 等等 老龙不是他们先问我的吗 怎么说走就走啊 可能你长得丑吧 小觉子而已 我们要找的是药族 先去吃点东西吧 干杯 大家放开来吃 放开来喝 今天我请客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吃货 你说什么 这次如果得不到那件东西 咱们一卖就彻底失宠了 药族未来和你再无关系 你自己看着办 父亲大人 我会努力的 努力又有什么用 你请来的帮手都被下狂山抢走了 还不是要靠我去找新的帮手 下战怎么就没有儿子 岳哥哥 他们刚刚说自己是药族 你们在这等我 我去搞定那个女人 小神王毕竟年轻 不知道女子在这个时候最容易动怒 现在过去搭话实属自讨苦吃啊 我能帮你拿到圣心顶 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要圣心顶 我还知道你叫夏兵 一个月前 你花大价钱请北林宗的人来帮忙 参加风月会 结果到了今天 北林宗突然反悔合作 转头投靠了你的堂哥 夏狂山 因为他们俩早就串通好 你被他们耍了 难怪 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 你不必会心 我可以帮你 这剧情不对啊 他们怎么聊起来了 是你太年轻了 柳长老有女朋友吗 没有 我已经打了四十年光棍了 那你为什么整得自己是情圣一样 我有信心能赢得本次大赛的两件奖品 但是其中的玄武剑要归我 你同意吗 你想要同时得到两件奖励 就凭你一个人吗 还有我们 还有我们 哼哼 实在不想和他俩同框 宾儿 这些是什么人 父亲大人 这是我找的新帮手 新帮手 夏兄 你不是请我们雪煞宗做帮手吗 若要我们与这帮废物为伍 那我们就告辞了 喂 你说谁是废物呢 说的就是你们 想打架啊 哎哟 我说冰儿妹妹 怎么风月会还没开始 你自己嫌逗上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还有 你把我找的帮手挖走了是什么意思 夏冰小姐 很明显夏公子更有前途 良心择目而期 又何来挖走一说呢 北陵宗宗主 萧寒宇 做墙头草的感觉不错吧 好 难怪夏小姐敢指责我了 原来又找了几个垃圾来撑场子 这位公子是我找来的贵客 既然是贵客 那敢不敢跟我的人比一比 等等 雪煞宗才是我们找的帮手 夏兄 除非你把这群垃圾赶出去 否则我们雪煞宗不会当你们的帮手 既然你说我们是垃圾 不如你们和北陵宗比一场 若你们赢了 我跪着出去 好 你可要说到做到 小韩与和我修为差不多 而且我们的人多 肯定老贼就命大 兄弟们一起上 怎么想靠人多玩群殴啊 我们北陵宗会缺人吗 笑话 宗主 我们来了 这够 失散了 雪兄 你没事吧 哈哈哈哈 夏兵夏叔 你们请来的人还真厉害 摔倒都摔得这么好看 夏兄 我绑不上你了 不过夏小姐找来的人似乎更有本事 不如让他们录一手 他们 算了 今日是我们败了 落一手也无不可 不过这种小打小闹一点意思都没有 要玩 我们就玩点大的 等下开战 不论生死 你们敢吗 什么 好有人要送死 那就再好不过了 小总主靠你们了 一群老鸡而已 小一你一个人去就够了 哼 没错 谁先来送死 柳长老 你去 注意他功法要害 是耳朵 好 此人实力比我强 如果没有小生王的提醒 我还真没把握杀他 决尘刺 妖龙小技 看招 好快 不行 得速战速决 绝尘二刺 怎么了 吓得连枪都刺不准了吗 就是现在 绝尘三刺 什么 小一死了 小一死了 我要杀了你 就此吧 你的对手说我 剑道第二剑 以天为眼 化为神剑 给我破 小小年轻 居然踏入了剑道第二剑 既然成了敌人 那就不可能让你活着回去了 四方杀剑 斩 你这个混蛋 去死吧 退下 是 什么 原来你才是最强的一人 这就是你的遗言吗 你不要过来啊 住手 大哥 大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 生心顶关系到父亲的病 我就不能来看看吗 能 大哥当然能 夏大人救我 你是什么人 一身利器 敢杀我药族的贵客 想死吗 你不配知道我是谁 你这个野蛮人 我这就让你知道知道药族的厉害 是 他们是来帮我们的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可从来没承认过他们 风月会议战 是爷爷给我的任务 其他族人无权干涉 林公子 你们先走 夏兵 你纵容下属伤人 不打算给大伯一个交代吗 交代 那就给他们一个交代 龙林 兜兜 什么 这个交代 可以吗 你敢杀我的人 别冲动 这少年浑身散发着沙发之气 恐怕不好惹呀 不知阁下来自什么宗门 十年前 剑祖主脉被灭门的事 我会找你算的 我们走 是 他到底是谁 大哥 我也不知道啊 茶 给我派人茶 今天的事 多谢林公子 小事一桩 不自挂志 对于这次的风月大会 夏兵小姐怎么看 风月大会 虽然只来了南宫一族 剑祖和耀族 但是耀族这面 我和夏狂山 已适成水火 剑祖小剑尊剑称 已是剑道第二剑巅峰 手握青龙剑 强得离谱 南宫一族 南宫列和南宫沁 也都是强者 所以 我只能靠你们了 这个好说 你爷爷的病 需要圣心鼎来炼制圣心丹 否则 他活不过三个月 对不对 林公子 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知道 夏节得到了药引 吃羊兽的心头血 所以 你拿到圣心鼎之后 夏节肯定会用药引来锁药 你挥给他吗 会 对 只要能救爷爷就行 回答得很好 今晚就别回去了 留下来 公子 我不是那种女人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女人 只是叫你留下来 别回去 就对了 她睡着了 这林公子 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对我们要做的事了如指掌 找到了吗 没有 那女人不在风里 算了 此题不宜久留 撤 回禀公子 房间里没有人 难道她知道我们会来暗算 早就跑了 不可能 那丑丫头心思单纯 哪有这等洞察力 那她能去哪里呢 啊 就人来过我的房间 难怪林公子把我留在她那里 原来她早就知道了 嘉宾小姐 大家都准备好了 我们去风月会吧 好 哇 好美啊 风月一族的当权者 是五位角色女子 号称风月武仙 武仙分别擅长琴 琪 书 画 酒 五种风月之事 这也是她们的战斗方式 以琴琪书画酒来战斗 好别致呢 她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个 我虽然是南界之人 但也未曾见过 林公子肯定知道 久能控制人 琴音堪比利刃 岂可断金碎骨 比若金沟银剑 画中自有江山 风月武绝 传自三千七百年前的风月大圣 由此得名 我说八道 风月武绝的先祖乃是八百年前的风月名 岂是什么风月大圣传下来的 无知小儿的信可胡周而已 哥哥又何须当真 你找死 龙公子且慢 请仙子来了 仙子有礼了 在下南公族长子 南公列 呃 看来仙子不爱说话 那在下先进去了 西月见过公子 什么 港轮公子尊心大名 刚听公子提到风月大圣 公子很了解风月一族吗 我叫林月 想问什么 等风月会之后 再吻不迟 这个林月是什么人 好高冷啊 和南公列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啊 秦仙子都不舔 牛逼啊 这人真有意思 混蛋 混蛋 我一定要找机会干掉那个林月 哇 好壮观 公子 他们在干什么 酿酒 凶人酿酒 对 我们快走吧 这里楼层越往上 低位越高 八族弟子都在第一层 夏兵 你已经和你父亲翻脸了 还有什么资格来我要族的位置 我是奉爷爷的命令来去圣心鼎的 让开 笑话 圣心鼎我自己会去 轮得到你 轮不轮得到 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烈哥 你看看他们多丢人 本以为是个厉害的对手 谁知道连位子都没得坐呀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秦仙子 如果人齐了 不如开始封乐会吧 如果因为闲杂人等无法开始的话 就请你们都滚出去吧 哦 小尖尊真霸道啊 看他们怎么办 搞死他们 雕虫小技 啊 什么 公子 他是 你的堂哥 剑称 林公子 诸位请二楼上坐 多谢 啊 混蛋 他们凭什么做得比我们高一层 就是 几个低贱之人 居然踩在我们的头上了 这是我封乐族的事 南宫一族想干涉吗 呃 这是在下失礼了 林公子在此就坐 西月先告退了 好的 西月姑娘等的客人 应该快来了吧 公子怎会知道此事的 猜测而已 这林公子好神秘啊 是谁来了 黑榜使者 南界封月族 迎接尊者驾临 哼 不必多离 我是来见酒仙的 到封月阁来 不过是想看看南界天骄们的风采罢了 您能来真是太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 第一项 酒斗 请在座各位品尝一下封月一族的美酒 好酒 好酒 入口甘醇 劲儿不臭 不错不错 各位都是南界年轻一辈的翘楚 不知诸位是否品得出 这是什么酒 如果在下没有猜错 这该是女红酒 相传女红酒乃是以女子药器 混入菩提酒中制成 可笑啊 这分明是玉女酒 玉女酒源自千年古籍 以高山之清泉 配合玉女之体香酿成 岂是女红酒可别 什么玉女酒老子从没听说过 那是你咕噜寡闻而已 南宫少族长果然尽多识广 这确实是玉女酒 少族长好厉害 这下他们没话说了吧 敢质疑我们少族长 真可笑 公子你为何不喝呢 失败的酒有什么好喝的 这人谁啊 居然敢说酒仙的酒是失败品 是啊 猖狂过头了吧 混蛋 你倒是说说这酒哪里失败了 酒囊饭袋之徒 我懒得和你解释 西月不才 也不知酒失败在何处 还请林公子解惑 酿着玉女酒 却有人不是玉女 酒自然就失败了 什么 是谁 站住 原来是你 来人 将她带下去 神子饶命 实在对不起 让众位贵客喝了失败的酒 还请诸位海涵 接下来便开始秦斗吧 枫月族居然认栽了 这小子是什么人 公子太厉害了吧 有什么事你不知道的 当然有 而且刚刚不止我一个人看出来了 那个使者也看出来了 又是他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西月许久未曾弹奏 各位莫要见怪 各位若有兴趣 可以随时上去练一座古琴 和西月同奏 请仙子刺脚 公子小心了 这恐怖的压迫感 居然让我无法动弹 不行 不能就这么办 公子承让了 秦仙子好厉害 下狂山居然一一未出 是啊 直进你呀 下狂山 你的秦道真是厉害 在下佩服 你行你上 老子才没你那么蠢 主动凑上去丢脸呢 剑尘 请赐教 啊 小剑尊要出手了 他对秦道也有研究 鬼知道 反正有好戏看了 啊 啊 小剑尊居然一指未剑 厉害 恐怕已经触摸到第三剑了 所以才能化剑气为秦音 小剑尊好强 时间恐怕再无人可以压得下小剑尊的锋芒了 他真的很强 公子觉得谁能赢 秦仙子未出全力 奉求皇 啊 秦仙子果然厉害 有机会 在下愿意以剑道切磋一番 小剑尊承让了 可还有人想挑战 连小剑尊都输了 这下没人能挑战了吧 第二层有真正的秦道高手 不知可愿出手 舍妹下兵对秦道一点不精通 使者大人见笑了 给我闭嘴 老娘没和你搭话 我说的是那个吃葡萄的男人 弹琴 没兴趣 他疯了吧 四层的超级贵客也敢出怒 屁的没兴趣 我看他就是不会弹 难道我高勾了他 我已成功引起他的注意 接下来 就等西月助攻 林公子 西月也很想和您弹奏一曲 公子 我也很期待 好 那就随意谈谈 装模作样 一会儿看他怎么被打脸 急性一曲 望仙子刺脚 好强的压迫感 仙子小心了 怎么可能 秦仙子居然败了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的 多谢公子手下留情 西月可否知道此曲之名 急性之曲还没名字 既然你问起 就叫乱天下吧 乱天下 果然好名字 秦仙子 请让一让 秦道高手难求 让我来会一会 请赐教 好 这是 秦帝 我输了 那是什么曲子 你应该比我更熟悉此曲 这难道是 不可能 那一曲不该存在这世界上 也许吧 敢问阁下遵性大名 现在不是你该知道的时候 下次再见 我会破你这一曲 公子 你也太厉害了 还行吧 他日若公子有空 西月远登门拜访请教 我与封月一族有缘 会有那一天的 下去吧 此人居然对秦仙子呼来喝去 万个人这么对秦仙子 恐怕坟头的草都有一丈高了 各位 喝了美酒听了秦月 那舞斗便正式开始了 北陵宗萧寒雨 代表要独出场 北陵宗副宗昨日被你所杀 给我滚出来受死 这家伙的戏份有点多了 明白了公子 我来会会你 呀 哼 不过雕虫小技 看我的 音波碎星弓 这种程度的攻击 我躲也罢 他要硬扛音波碎星弓 真是找死 这个白痴 你 你居然这么强 现在 闻到我 下党组长救我 是虚空刀意 刀锋第二进巅峰 简臣一个境界 他到底是谁 下兵快让他住手 武斗生死有命 任何人不得插手 可恶 小寒雨也死了 林月那几个人我打不过 下兵我还打不过吗 这个面子我一定要争回来 下兵你给我滚出来 林公子我 我不是他的对手啊 放心 傅儿过来 我教你赢他的方法 要做的两大功法 纯火先天弓后半步 能克制一火乱天弓前半步 反之亦然 你只要清楚这一点 就能赢 公子这是真的吗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我的好堂妹 武斗生死有命 可是你说的 你就等着别人收尸吧 去 这是一火乱天弓的后半步 那我用纯火先天弓的前半步 应该可以克制 居然正面和我对着 忘了老子修为比你高一个小境界吗 嗯 怎么回事 我的功法居然被削弱了近三场 啊 你败了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赢了我 多谢公子之道 打得不错 混蛋 原来是那小子 不知是否还有高手 愿意出来露一手 愿意出来露一手 既然无人出战 那就进行最后一项气斗吧 上奖品 这两件宝物 今日便便由三族靠战斗来争夺了 圣行冰和玄武剑 玄武剑是我剑族之物 谁敢动这剑 先胜过我剑族 公子 要我们出手吗 不着急 让南公族先去玩玩 让我南公剑毁毁你 要挑战我剑族长老 先胜过我再说 是剑双 号称小剑尊之下第一人 春夏可不好对付了 我有个提议 不如玄武剑归剑族 圣行鼎归南公族 两拳奇美如何 可以 那圣行鼎就归我们南公一族了 此事已经定下 还请华仙子 请仙子宣布吧 好 那我就宣布 圣行鼎和玄武剑 我不同意 臭丫头 我无法动弹 也无法出声了 没人有意见了 话仙子宣布吧 那好 伤心鼎就归南公 等等 耀族代表林月 挑战所有人 挑战所有人 锦双 既然有人想死 就成全他 好 凌公子危险 你放心 公子很强的 此招是我才练成不久 你很幸运 能成为第一个亲身经历此招的 太虚八步 这是什么技能 空间都被撕裂了 猛龙 那是什么东西 区区转轮镜 怎么可能照会出这种东西来 住手 请说死了 圣心鼎是我的了 是 是 不要杀我 滚 好 南公烈 圣心鼎归我了 你有意见吗 没有 没有 苏凤 你以前有听过这位林公子的名号吗 从未听过 应该不是南界之人 这玄武剑 那是我剑族的东西 那你来哪呀 小剑尊 小剑尊 你找我确实等不住 如果我说 我现在只用剑道应战 你敢出手吗 他明明已经赢了 为什么要用剑道挑战 好 有胆量 你敢动我剑族至宝 死 那把剑 是四圣青龙剑 想不到剑族 连圣剑都给剑尘了 你的青龙剑是哪来的 该心里有数吧 这把青龙剑原本是剑林天的 他怎么连剑族的隐秘都知道 剑尘 四圣玄武剑的剑诀 看清楚了 玄武剑气 什么 玄武剑归我了 小剑尊报仇 把玄武剑抢回来 杀了他 秦仙子莫要误会 我们剑族退出封月辉 既然不打 那就不送了 太好了小剑尊没死 只是昏迷而已 秦仙子华仙子 我们也告辞了 南宫公子请 我们真的赢了 怎么样啊 我就说公子很厉害吧 恭喜林公子 一人独得两件宝物 真乃南界第一天交 恐怕剑尘以后的剑道 也会因为此战 而有极大的影响吧 剑者心境纯粹 剑尘遇到我之前 已经受了影响 心有杂念 注定了 此生剑道难登极致 我另外三位姐姐 听说公子指出玉女酒的问题 又准备了更好的酒 不知公子可有空去尝尝 没酒 本公子自然愿意一去 走吧 行 什么情况 人呢 是啊 怎么长了长眼人就不见了 要不要找一下 不用找了 其实我们已经在画仙子 速凤的画卷 大梦一场之中了 这里并没有杀器 对方应该并无杀心 这莫非是一种考验 聪明 风月武仙中 最厉害的是九贤瑶哥 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考验别人 走吧 这画卷如此漂亮 不欣赏一下 且不可惜了 公子难得还有心情赏花 我陪你 这里真的好美 公子 那有个凉亭 走 过去看看 哦 这是个死局 白棋已兵临成下 黑棋怎么防守都不用了 确实 黑棋已经回天罚术了 出来吧 你居然能发现我 果然如两位姐姐所说 林公子是南界最特别的男子 天心而谬子 林公子认识我 能布下这天下如棋来困住我的 也只有齐仙子 天心而 林公子既然知道我这天下如棋 仙儿可否请公子赏脸露一手 露什么露 白棋圣雀在沃尔要我们公子下黑棋 摆明了扣我们吗 公子不扣 是啊 黑棋没有机会的 两位妹妹放心 即便输了也只是困诸位在这大梦一场中 十来年而已 之后你们便可以离开了 十来年 臭女人你找死吗 放开 什么 林公子好快的伸手 好了 我知道你们姐妹喜欢考验别人 那就来吧 还以为有多神妙 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怎么会 承让 我只以为公子情道无双 没想到齐道也如此了得 天心而佩服 仙子言中了略懂而已 林公子果然不同凡响 林山恭迎林公子 驾临风月总坛 我就说二位姐姐的大梦一场 和玲珑齐菊都难不倒林公子吧 是啊 林公子天纵奇才 四仙子奇奇相迎 林月不胜荣幸 林公子确实厉害 我甘拜下风 好浓的酒香 姐姐备下了好酒 请公子品尝 公子请 公子不能喝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风月一族要害人 可不会用酒 当然不会用酒 酒是姚哥的信仰 若有人用酒杀人 恐怕第一个震怒的 就是姚哥 不许你知乎姐姐的闺蜜 去 好酒 公子 这是不是你之前说的三十三重天啊 当然不是 传说在南界一片耀气冲云的深海中 存在一种通体银色的鱼 成年的鱼鱼 站立堪比超脱镜 可惜 其生命力极弱 幼鱼想要存活 只能通过成年鱼鱼牺牲自身 将所有药气传承于后代的方式 在传承结束 母亲死亡的那一刻 幼年鱼鱼会留下一滴精纯的药气眼泪 眼泪酿成的酒 就是这鱼鱼鲜 这一杯至少价值五亿药主 嗯 哦 这么贵 那我也尝尝 公子 这怎么回事啊 坐下盘西 否则等下酒的药气炸开 你会爆铁儿吧 看公子喝了八九杯 还以为是好东西啊 我 老刘 你出去别说认识我 不 等我吸收的药气再和你说 嗯 即便是姐姐 也撑不住五杯银鱼鲜鹿 这林公子怎么这么厉害 看不透啊 既然公子通过最后一层银鱼鲜鹿的考验 就请随我去见组长吧 你们在这等我 我去去就来 看公子临走前又喝了一杯 一点感觉都没有 老刘你不行啊 有本事你喝呀 喝酒喝 这酒后劲也太大了 哈哈哈哈 药族帮手林月 求见九仙 静 你就是这次风月会的胜出者 是 除了长相不错 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吧 你走吧 别急啊 你想要把醉生梦死加入三十三重天 我劝你再等等 在你还未入大地境前 你是做不到的 你是谁 怎么知道三十三重天和醉生梦死的 我叫林月 来自北界 知道这些酒的名字 是因为我见多时光 北界据说换了新皇 你是逃难而来的 不 我是来找佛皇的 佛皇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另外 你已经活不久了 圣星鼎和玄武剑的来历 你应该知道吧 居然还敢留在手里 封月一族不敢招惹药族和剑族 不代表我不敢招惹 放肆 我既然敢招惹药族和剑族 自然也敢招惹你 八族暗勇浮现 挺你姚哥 省得住封月一族千年鸡叶吗 圣星鼎本座研究多年都无法使用 为何你能控制它 你操控不了 不代表我不能 就像你没有能力阻止南际动乱 我有 你未免太自信了 自信源自实力 另外我还知道黑榜使者也在找佛皇 但是佛皇受伤 修为短时间无法恢复 所以躲起来了 佛皇乃大地境的无上强者 南界内无敌 又何须躲起来 他怎么会知晓这些呢 若佛皇是在全盛时期 你又何须如此忌惮我这北界之人 另外我还知道 除了佛殿之外 南界八族有六大族 视你封月为眼中钉 因为封月术的另一边 就是万佛殿 你 你难道就是六族的后台 六族算个屁 现在佛皇一伤 我们不如做个交易 给我一壶最精准的三十三重天 祝我进入万佛殿 我帮你解决六族的麻烦 就算你知道这些 但你来历不明 我如何信你 嗯 我帮你先解决药族和剑族的问题 你是诚意 如何 既然公子如此有信心 那这碗酒 祝你凯咸 快看 公子回来了 林公子 你这是 看你们这里的方草和无色花不错 借来炼 公子不渴 没有药炉 药力反噬会伤到你的 虾兵小姐不用担心 我见过公子炼丹 不会有事的 公子真是每次行事都要吓死人啊 是啊 炼制完毕 他徒手炼丹成功了 我听说丹药如果成功炼制 结丹的瞬间会丹香四溢 极为气人心脾 可是这颗没有丹香啊 那显然是失败了吧 公子 可否让我看看丹药 可以啊 啊 林公子 给 姚哥给的酒太霸道了 幸好那破酒 没有走遍五脏六腹 小兵小姐 这里你丹道造诣最高 刚刚林公子炼制的丹药 到底成功的没有呢 是啊 怎么会没丹香呢 公子的丹道 恐怕药族 也只有爷爷能匹敌了 夏小姐在开玩笑嘛 药族组长可是难遇第一练丹师 这颗丹药连药香都没有 有什么厉害的 公子所炼的丹药 是因为药力完全内敛 没有一点散失 才会没有丹香 这种无味丹 是丹药中的极品 你们根本不懂 秦道无敌 喜道无敌 见到丽压小剑尊 炼丹植必要素组长 这还有天理吗 四位仙子 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 先告辞了 凌公子请 那个凌月走的时候 可有异常 没有啊 奇怪 她喝了一壶醉生梦死 血脉会被禁锢住 按理说 短期内会面露痛楚才对 怎么会没有任何异常呢 醉生梦死 对了 她离开之前练了一颗丹药 用的是无色花和芬草 她怎么知道醉生梦死的解酒法 姐姐 要派人调查她吗 如果她把解酒法泄露出去 还有谁会寄到我们丰月一族 不用 她会自己来找我的 女儿 我听说你们大获全胜 不但得到了盛心鼎 连玄武剑也拿下来了 这次能够有收获全靠林公子等人 少说这些 盛心鼎啊 林公子 给 既是了林月等人就告辞了 嘿嘿 下兵这次真的为我们长脸了 既然盛心鼎已经交过来了 那么 完了 下姐恐怕要找林公子的麻烦 林公子 这里已经没事了 您请吧 好 那我们走了 慢着 把玄武剑交出来 大伯 玄武剑是他们出战的酬佬 我已经做主给林公子了 哼 你有什么权利做主 他们代表要族 那这玄武剑和盛心鼎 就都是要族的东西 那如果我不给呢 二弟 这就是你生的好女儿吗 哼 下兵 把玄武剑给我 我拒绝 你还是不给 不给 那是林公子他 还敢嘴硬 放肆 你敢拦我 有何不敢 拦住他们 拦住他们 今日 谁都别抢走了 林公子先走 这里有我 下兵 你这个叛徒 你一个人留下来 恐怕会生不如死吧 我带你走 你可愿意 我愿意跟你走 可笑 今日你们都别想走了 公子 对付他们 用不着动刀动枪的 怎么回事 生心鼎怎么听他召唤 该死 你们想干什么 生心鼎是家族至宝 绝不容有事 还要我多说吗 我一息时间便能毁掉他 有把握抢走 就来吧 他是怎么做到的 莫非圣心鼎认主了 对不起林公子 说好把玄武剑交给公子的 可是 不用对不起 圣心鼎玄武剑 不都在我手里吗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下战和下劫算不了什么 真正的麻烦 这才来的 在下剑族见尽 封大剑子的命令 特来邀请林公子等人 前往剑族做客 好 走吧 这么少快就答应了 我还准备一堆劫词 居然没用上 小圣王 大剑子是谁啊 剑族组长剑尊 有两个儿子 剑道天赋绝论 被封为两大剑子 大儿子已经过世了 现在的大剑子 是刺子剑启云 这人可不见得 几位 上战船吧 公子 此行看来 凶多吉少 无妨 林公子 别来无恙啊 这次家父相邀 就是希望林公子 能够把玄武剑 归还给剑族 哼 玄武剑是我从封月一族 迎来的 谈何归还 难不成 你们要强 剑族不是不讲理的人 这次邀请林公子 就是为了商量玄武剑 如何公平交易之事 那就走吧 我听人说 剑启云现在是剑族的最高权力中心 呃 不对吧 上面不是还有剑尊吗 听说十年前 长子剑灵天死后 剑尊就未曾出关 有人说他私子过渡 走火入魔 修为已大不如前了 还有真的在意长子 就不会诛杀长子一卖所有人呢 剑灵天不是暴毙而死的吗 剑尊怎么可能杀自己的儿子 痴儿 难道你也是剑族的人 曾经是 十三年前 剑族主卖剑灵天刚封大剑子 便走火入魔成了废物 同一月内 弟弟剑启云 取代他 成为了大剑子 然而就在众人逐渐忘记剑灵天时 他的女儿 却展现出惊人的剑道天赋 我从未听说剑灵天有过女儿 因为剑启云不会允许 这个女娃有机会成长起来的 剑灵天送走了女儿以求保全 但剑灵天一脉 却经历了一次灭顶之灾 那剑赤儿 岂不是有危险 公子 此行会不会有一场恶战 我相信小圣王已经有了计划 我去剑族 为了两件事 一是 为剑赤儿讨回一个公道 第二件事 我已经有选五件 剩下的青龙 白虎 朱雀剑 都在剑族 我全都要拿到 公子要拿走剑族所有神剑 没错 有了这四把剑 我的四剑五绝杀神大阵 就完成一半了 不过最关键的 还是先找到佛皇 佛皇不是受伤了吧 找他有用 佛皇其实有更厉害的底牌 万佛殿 可惜他一开始就被应天境算计了 十年内都用不了万佛殿 但是我能用 原来如此 万佛殿才是公子的最终目标啊 是了 不过和佛皇要东西 我需要筹码 这四剑五绝杀神大阵 就是我的筹码 去抢东西讨公道什么的 我最喜欢了 到时候你便被打就好 好了 我们也去休休吧 明天绝不太平 公子 你回来了 看来大小姐已经习惯了晚上找我了 坏蛋 谁要找你了 我只是担心我们此行的安危 担心需要连夜来找我吗 白天剑族的人都在 怎么谈事情 我担心剑翅儿的身份若是暴露 剑启云不会放过他 你担心得对 剑启云肯定会不择手段 不过他有手段 我也有 看来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当然 剑尊就是我的底牌 在被困的十万年里 我可是知道 剑尊如今有多狼狈 唉 不说这些了 月光这么美 我们不能辜负 不是吗 嗯 公子 你好重 衣服脱了 就没那么重了 林公子 我们已经到了 小剑尊越发客气了 可与初次在封月楼里见面的时候 判若两人呢 林公子客气 小剑尊不必谦虚 林月和你是同类人 无独不丈夫 不是吗 嗯 这人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小剑尊 那丫头给我一种压迫感 估计她身份不简单 我们多加注意 停下 剑尊下令 近日八族动荡 所有来客都需要走侧门 侧门呢 我从来不进侧门 这就是剑尊的待客之理吗 公子 让我先批了这家伙再说 两位息怒 既然是爷爷下令 不如诸位就从侧门过去吧 废话少说 正门下了什么东西 剑尊下了血脉禁止 只有剑尊人可以通过 也是为了防止外人潜入 哼 真能白 真有人潜入 也不会光明正大从大门进来吧 嘿 夏小姐有所不知 只是剑尊的命令 我们也做不了处 到了我们地盘 当然要给你们一个下王威了 不知道小剑尊要走哪道门 我乃正统的剑族之人 虽然是走正门 非剑族血脉走正门会被禁止攻击 别怪我没提醒 小剑尊不会是剑族血脉最精纯之人 剑分的好高啊 恐怕有八十丈了吧 林公子既然说你们不走侧门 那从正门进来也可以 林公子不会怕了吧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赤儿 去吧 是 公子 诶 太能催动血脉气剑深空 他是建筑人 是 我知道了 他就是那个淤泥 赤儿 全力以赴 让他们看看 谁才是正统 收到 我的天 百仗返祖 这怎么可能 血脉凡族 血脉凡族 哥 你的女儿终究还是回来了 大人 那些人已经到大门口了 既把剑阴 作为接待人员 简称不好动手 你去杀了那个余孽 他流浪多年 血脉再纯粹 也不是你的对手 是 公子 你们怎么进来 我自有办法 哼 你就吹牛吧 接下来看你们怎么死 这禁止好像 不怎么结实的样子 什么 见尊大人不嫌的禁止 断了 大家的过去吧 你 你怎么做到的 我说要从正门进 就从正门进 有什么问题吗 公子也太厉害了 挥挥手就破了禁止 就是 现在简直的脸都火辣辣的疼 带路吧 剑启云也该等很久了 好 站住 想进去 就交出玄武剑 林公子啊 不好意思 剑阴是我们剑族 最为固执的人 我还听说 有百丈凡祖的剑族之人归来 不知道您有没有胆子 来跟我比划比划 公子 接下来看你的了 接下来看你的了 那就来吧 好 有胆子 剑族余孽 你的死期到了 哈哈哈哈 去死吧 天眼禁局 第十诗 剑银 看交 公子 公子 要不要出手 好 无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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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是剑道第三劲 这不可能 不是剑道第三劲 这是混剑 潜灵天的绝招 他居然学会了 你败了 哈哈 想不到剑银而成长 如此迅速 老柳啊 恐怕他已经不在我们之下了 那 剑银遇到高手 就忍不住切磋 还望林公子等人不要见怪 赤儿 算了 你走吧 哼 很巨下你怎么躲 活着不好吗 你敢杀人 怎么不敢 不爽的话 你们可以一起上啊 剑族不但输不起 连脸都不要了吗 我以为剑族还有点剑修的骨气 没想到这么不堪 这 看了这么久的戏 该出来了吧 洞察力不错 南剑很少有这么出众的少年了 拜见大剑子 小兄弟出自哪个宗门 无聊的问题 玄武剑气 阁下能完美催动玄武剑 莫非也是我剑族之人 剑族的血脉 恐怕还配不上吗 大胆 大剑子 此人羞辱我剑族 不如我们将他拿下 且慢 剑族是讲道理的地方 说吧 阁下 阁下要出什么条件 才肯归还玄武剑 条件 条件很简单 我要剑尊 亲自出面来拿 不瞒 不瞒阁下 家父剑尊闭关了十年至今未出 现在的剑族都是我来做主 那只好免贪了 站住 剑族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嘛 拦住他 公子打不打 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 你们有那个本事拦住我吗 这 这是 什么 玄武真身 还有谁来拦我吗 阁下是否一定要见剑尊 等你当上剑族组长 我也可以见你啊 可惜你不是 可恶 此人深不可测 恐怕我动手就要吃亏 你想打吗 我奉陪到底 好 本座答应你 只是剑尊阵在闭关 最快明天一早才能见到 剑京 带贵客去西剑池暂住一晚 几位 请跟我来 走吧 父亲 那剑种血脉比他的死人爹更加厉害 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蠢货 到现在还在和那个剑种比 看不出那个林月才是最麻烦的人吗 林月无论实力 胆识 独猎 都是万中无一 他才是真正的麻烦 你可知为何我安排他们住在喜剑池 难道父亲想用那个 不错 喜剑池有天然剑气干扰 即便在周围布阵 他们也不会察觉 去吧 今晚也一定要杀光所有人 不错 是 未经许刑 未经许刑 感谢观看